第406章 他们太正常了 十一出场后 在场四个精灵的目光聚集在了他的身上 那是什么种族 血精灵络一问 另外三个精灵族同为超凡生命 因为清和自然的体质问题 也能比人类更清晰感知到 隐藏在十一体内的恐怖能量 虽然个头不大 但看到十一的眼睛 就仿佛看到无穷雷霆在眼前爆开一样 震撼无比 石铁兽 精细 昨天我有调查 这应该是十语阁下的初始宠兽 王牌战宠已经经过进化 看他的眼睛 正常使铁兽是黑色的 但他的宛若蓝色雷电 烈耳道 虽然还是君王级 但是这个能量质量高得夸张 精细 面对火焰的绍尔火精灵 竟然派出了精细宠兽 不过 毕竟这是十语的王牌 几个精灵也能理解 估计十语还要继续召唤其他宠兽 然而 你不召唤其他宠兽了吗 此时 见十语召唤出使铁兽后 迟迟不召唤其他宠兽 安妮斯眉头一皱 询问道 十语摇了摇头 不了 先这样吧 十语道 十语对于每一只宠兽实力定位 还是很明确的 目前 打顶级霸主有些压力 但是打普通霸主 十一应该还算轻松 十语的话 也是瞬间让安妮斯沉默了 知道自己被十语小觑了 虽然你的实力不错 但是不是小觑我了 他瞬间情绪高涨 抬起修长的白色手臂 紧接着一把完全由元素组成的火焰之弓 出现在了身前 由他手持对准了十语 小看对手的话 可是会付出代价的 他话落 嗡的一声 一道冲天火光已经聚集 伴随一道鸣叫 一道宛如火焰不死鸟的弓箭波动 由安妮斯射出 席向十语 就 不死鸟之使 席卷着无穷的火焰 引动了这个遗迹内小部分自然能量 作为是探级 安妮斯并没有出全力 但是 秒杀霸主级以下 应该绰绰有余 这一招的确强 飞翔之中 仿佛把空间烤得模糊不清 如果是落在外界 恐怕可以引动长达数个月不息的大火 轰轰轰 伴随火焰的呼啸 还有热浪的爆炸声 这道气势庞大的攻击 轰然降临 顷刻间 不死鸟之使吞噬了十语 仿佛把它包裹在了无穷炼狱之中 扛下 十语表情平静 场地对面 安妮斯忽然表情一变 只见 吞噬十语的不死鸟之使中 闪烁起更为耀眼的光芒 紧接着 这道光芒越来越强盛 火海在砰砰砰的爆炸中 不断变形爆裂 然后 颈刻画为了无数细小的火蛇 刺散纷飞 光芒的中心 一只高达三米左右 身着黑羽银铠甲的战兽 正浑身伤势地流露出 依然霸道的目光 看着对手 哄 威慑爆发 刺散的火蛇 瞬间被湮灭 恐怖的威慑 宛如修罗气场一般 一瞬间将整个场地笼罩 让安妮斯这个霸主大惊失色 感觉到了周围自然能量 都被威慑压制 这是什么 其他三个精灵族 也是无法理解 怎么可能 一只君王级 硬扛下了一尊霸主的攻击 看起来 只像是轻伤 不 对于宠兽来说 可能只是衣服沾染了灰尘 十一 十语一声 威慑气场中的十一 毫无影响地动了 对手当然无法理解 虽然他们 可以感知到的十一的能量值 看起来才是君王级 但事实上 他的体魄 经过不断的强化 早就已经达到了霸主级 这是精灵族很难感知到的 挨烧体魄变强的百炼成钢 挨打体魄变强钢筋铁骨 这些技能 虽然加点 是极限式出神入化 但到极限后 十一一直没有放弃锻炼 等级早就不是简单的 出神入化那么简单 再加上极高的体魄基础 以及两件传说断体资源 极光磁金轮流断体 让他的体魄防御 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当然 最重要的一点是 不死精神达到了完美及熟练度后 不死精神已经转化为了被动 同样对于体魄 进行了史诗级强化 只要对手秒杀不了十一 造成的伤害 就会有50% 转化为生命力 修复十一受到的损伤 一系列断体技能 资源配合极高体魄基础天赋 造就了一只 可以在君王级 硬扛霸主级大招 而无碍的怪物 除非是顶级霸主战力 不然 现在十一随便打 好 十一一声令下 十一也发起反攻 几个月的修行 得到强化的 可不止防御手段 名称 超合金 介绍 可以合成不同金属之力 完成超进化 进化成功率 取决于技能熟练度 金属契合度 自身对新合金的承受能力 超合金虽然是进化剂 但是无论是什么技能 只要熟练度足够高 就可以衍生出足够多的用法 就像变异体 不仅可以变异进化 还可以吸收变异之力储存 就像无限吞噬 不仅可以进化 还可以作为空间装备 超合金其实也一样 这是一个可以合成 不同金属之力的技能 能够更好的形成组合剂 并不一定非要用来进化 此时的十一 高举手臂 大量的硬化物质 在它手掌流动 同时 身上能量爆发 首先是通过内敛锋芒 将自身的能量值 爆发到5000万以上 霸主级的水平 常态1500万能量值 借助接近完美熟练度的内敛锋芒 爆发到5000万以上 并不算困难 哪怕副作用巨大 但由于体魄的强大 不死精神的转化 这一招 对于十一 早已经比时间果实更好用 这个状态下 它调动的硬化物质上 有的金属硬化物质 融合包裹有白色雷霆 有的金属硬化物质上 融合包裹有白色空间波动 十一正在通过引雷针的技巧 把完美级超阶技能白雷 以及震空技巧 把空间力量 都融合到金属物质中 紧接着 再通过超合金 把它们超融合为一体 刺啦刺啦 咔咔咔 一把白色萦绕雷电的金属箭矢 被十一抓在手中 由它致向对手 比起刚才的不死鸟之时 还恐怖的技能威势 让安妮斯震害无比 无法相信 这是君王级 安妮斯虽然为霸主级 但是也就只有一个超阶技能 熟练度达到了完美级 其余的都是正常精通级而已 包括刚才的不死鸟之时 而十一这道组合技 却是有两个完美级超阶技能 三个极限接近完美级的超阶技能 共五个超阶技能所融合的超级组合技 这种熟练度 这是技能契合度 是其他霸主不具备的 这都是十语通过技能图鉴 特意组合 哪怕有着等级差距 威力也足以让普通霸主 感觉到巨大威胁 这一招 萦绕白色雷电的剑矢袭来 安妮斯精神绷紧直接全力以赴 使用了自己的最强组合技抵挡 在亭香的精灵族中 骑士技能有另外一个称呼 魔法 而安妮斯 作为常年与巨龙帝国 征战的亭香皇家射手 所修炼的魔法组合奥义 更是曾被赋予了极高荣誉 猎龙魔法 所谓巨龙 元素抗性极其强大 想对抗他们 技能威力不够大 是绝对不行的 这是对付巨龙的杀招 但这一刻 安妮斯却感觉 如果自己不用 对手这一击 会让自己瞬间失去抵抗能力 猎龙魔法 青燕 神之石 哄 不同于刚才的红色火焰 这一次 完全由青色火焰实质化 所形成的高达数米的 巨大人形铠甲 包裹了安妮斯 他处于巨大的火焰巨龄内部 做出射箭姿势 青色火焰所组成的巨龄 也保持着100%同步 做出了射箭姿势 这期间 空间内 天地风云变幻 无数火元素神速聚集 由红转青 会聚于剑身 见状 血精灵洛伊 和森精灵西利亚 咽着口水 没想到安妮斯大姐 连这一招都用出来了 这可是用来 猎杀巨龙的组合魔法呀 对面那只石铁兽 到底给了大姐多大的压力 哄 很快 他们便知晓了 下一刻 一道巨大无比的 青燕箭矢射出 与十一投掷的雷霆之使 在接近安妮斯的地方碰撞 哄隆隆 两道都恐怖无比的招式碰撞 一瞬间让周围空间产生裂痕 青色与白色光芒的交织下 蹦射出无穷的余波 请客也让包裹安妮斯的青燕铠甲 出现裂痕 开始崩解 同时 暴灭的波动 也向着十一这边扫来 一击之后 两道招式竟不分胜负 让另外三个精灵族天才无法理解 要知道 这一招即使是霸主及巨龙 都得重视 但却只能勉强挡下 这只君王级石铁兽的招式 成圣追击 石与道 虽然十一此时的能量值爆发后 不逊色对方 组合剂成分也更豪华 但耐不住对手是精灵族 精灵族 体魄 能量值都不是他们的强项 对于自然之力的运用 才是他们的种族天赋 再加上此地是对方主场 这道青燕神之时 吸收聚集无数自然能量后 瞬间将十一使出的豪华组合剂抵消 不过 技能虽然抵消 但是强大的余波 给双方带来的影响却是不同的 爆裂的余波 一瞬间将青燕聚灵浑身崩解 让内部的安妮斯有些不好受 但是 面对同样足以伤到霸主的余波 十一却是全身雷霆迸射下 直接硬扛了过去 一个字 就是盲 受伤而已 体魄的差距 让双方面对技能余波的反噬 产生了不同的行动模式 安妮斯是快速使用再生之炎 修复起铠甲和自己的伤势 而十一则是不管不顾 直接硬顶着余波 进入残暴的白雷铠甲状态 光速一般 近身了安妮斯 白雷性质为光 比起普通雷电威力更强 速度更快 净化黑暗的能力更高效 好快 光影一闪而逝 当一个战士近身了弓箭手 结局可想而知 看着眼前满身伤势的残暴巨兽 以匪夷所思的速度来到身前 距离内部的安妮斯 瞳孔一缩 紧接着 就感受到了一股无与伦比的冲击力 一股高强度白色电流 弥漫上十一的手掌 形成混乱暴虐的电流团 声音如千鸟齐鸣 中阶技能 雷掌 但所用的雷电 却是完美级超阶技能白雷 雷光照射下 十一整个身躯 有处于圣光之中 他手掌轻轻按到巨灵的肚子上 下一刻 整个巨灵继续崩解 这 光精灵力尔等精灵 纷纷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 无法理解那只石铁兽 为何如此残暴 这简直是 比巨龙还残暴的战斗之躯 他就不怕伤势 就没有痛绝吗 安妮丝姐姐 洛伊等人揪了一把心 此时 内部的安妮丝 瞬间感觉到了一股巨大的冲击波 已经可以感觉到 下一秒 自己就会被砸飞出去 生死未知 不过于此时 暴虐的能量波动 却是消散了 安妮丝满头大汗地站在原地 看着身前的巨大雷掌 无法动弹 视线中 仿佛除了这白色雷电 全是黑暗 我想 可以结束了吧 石羽道 是 我说了 安妮丝表情苍白道 同时 内心掀起滔天巨浪 这 就是东皇宣传的 有暗杀过霸主及凶兽战绩的石羽吗 他无法理解 暗杀一词 在这种宣传中 不应该是在实力弱势的时候 趁着敌人不注意 以若胜强战胜敌人吗 石羽这个实力 确定不是路过霸主领地 随手拍死他 然后从容离去 这一刻 一想到石羽指派出了一只宠兽 其余几只根本还没露面 一想到石羽 还是心灵感应天赋 还只是六级预售师 安妮丝的内心就大受震撼 有些无法理解刚才的战斗过程 他 经历了什么 而眼下 看到安妮丝处于对手的攻击范围下 被迫认输 莉尔等精灵 也是和安妮丝一模一样的凝重 太短了 只是两个回合 亭香皇族的超级天才 就被月级压制了 这个压迫感 一瞬间 让莉尔等精灵喘不过气来 匪夷所思地看着全城从容的石羽 我输了 安妮丝沉默无比 这就是女皇陛下口中所说的传说之姿吗 他 相信了 安妮丝小姐不必在意 石羽微微一笑 石羽退回了内敛形态 恢复了起来 的确没必要在意 石羽这是又壳又干又开挂 比不上正常 对方的水平 在这个年龄 已经算可以了 石羽初步判断下 这个安妮丝的实力 差不多和冰金白虎 富山龟差不多 虽然听起来很弱 但其实不弱了 因为那只冰金白虎 富山龟 也绝对是霸主中的好手了 而且年龄都不小 修炼了起码百年以上 不然也不会被龙人帝国重点邀请 而这四个精灵 才只是亭香皇族的年轻一代 潜力还非常巨大 再给这个安妮丝一段时间 虽然说图腾希望不大 但是修炼到清灵焦那个级别 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 或者说非常简单 我能不能知道 刚才 是他的权力吗 安妮丝看向缩小的石羽 心情翻涌地问道 应 石羽低头 权力 肯定不是啊 石羽简单道 不是 还没逼石羽 使出最强战术呢 内敛锋芒家锐不可当 家不死精深 家霸主意志的组合循环爆发战术 更加残暴 除此之外 刚才的超合金组合计 也不是他们这段时间 研究的最强组合计 最强的组合计 是将陨暗魔神金属 和完美白雷金属融合 为了模拟进化 当初石羽他们浪费 一丢丢魔神之力实验了一次 用超合金 制造了一块弹珠大小的阴阳玉 只是弹珠大小的金属 经由石一杂出 就发挥了至少两倍于 刚才雷霆之时的威力 威力恐怖无比 就是有点不好控制 领沉默地推测 这一招 玩上后 说不定真的能成为准神技 目前的十一 权力爆发 石羽感觉 应该不会逊色 巅峰时期的清灵胶太多 论战斗力 应该达到顶级霸主的门槛了 算是顶级霸主战力的守门员 而他突破成为完美霸主 完成进化后 石羽和领推测 他的实力 战胜通天经那样的 老牌顶级霸主 应该没问题 战力应该不逊色 单独的变异之坤个体 这样的无敌霸主 足以扛起镇压世界赛的大棋 你们真的 只是六级和君王级吗 听到石羽说 石羽根本还没用权力后 安妮斯破防了 感觉相比石羽 他们停箱那两个传奇 都是废物 石羽哈哈一笑 看向了丽儿等人道 你们也要试试看吗 不 不用了 丽儿 洛伊等精灵摇着头 拒绝道 算了吧 根本不可能打过 安妮斯已经是他们中 实力最强的了 那好吧 石羽道 果然 这四只精灵 不适合他 他们太正常了 安妮斯 霸主实力 中等意志 并不算弱 但还不够 丽儿 霸主实力 低等意志 洛伊和西利亚 一个君王 一个统领 都是极低意志 不太行 石羽沉默了 想来想去 果然还是 之前那个觉醒级的问题精灵 最吸引他 虽然对方也是最低意志 但好歹有神之力啊 而且 要求一个叫醒级少女 精灵意志等级 也太苛刻了 参宝宝 虫虫 赤童 他们在统领级的时候 也都还是极低意志呢 岂不是更废 现在不也都炼来了 没有霸主意志不要 他不记得他说过这话 那我们出去吧 我那个朋友应该快到了 石羽道 他话落 四个精灵点了点头 看到石羽的实力后 已经更为尊敬这个东皇玉寿师 并且从一开始的抗拒 对石羽越发感兴趣 想着靠什么办法 可以吸引到石羽 陆青衣姗姗姗来迟 主要是宴会结束后 亭香精灵连想四处逛逛 陆学姐就陪着一起去了 抱歉 我来晚了 到来后 陆学姐带着歉一道 此时 四个精灵族天才 惊讶地看着陆青衣身边 跟着的连 好奇地看着这个精灵族死灵 虽然刚才听石羽说了 但是还是第一次见到 成为了完整死灵生命的精灵族 这位是东皇传奇御寿师陆青衣 东皇序列第五 我说的朋友就是他 这位是他的契约对象 风精灵连 石羽介绍道 陆传奇 连 你们好 安妮斯等精灵道 你们好 陆青衣打起招呼 然后旁边的连 也看着这群精灵 微微点头示意 亭香皇家图书馆管理员 丽儿认真地观察着连 道 连小姐对于自己的身世信息 一点也不记得了吗 连摇了摇头 此时 丽儿想了想 笑道 那不如 我们去一趟皇家图书馆吧 图书馆中 有一本由生命母术退下的皮 做成的全知全能之书 记载着精灵族绝大部分资料 收录着精灵族绝大部分精灵的血脉信息 是一件传说之书 使用他的话 肯定可以弄清楚一切 全知全能之书 陆青衣微微惊讶 还有这种东西吗 丽儿点头 这本书 本来是不能轻易动用的 不过 看在石宇的面子上 他愿意启动一下 而且 他自己也对这个脸比较好奇 好耶 丽儿节你要开启全知全能之书了吗 文言 洛伊和希丽亚也都惊喜无比 我们也可以去看吗 我可以问他几个问题吗 这可是精灵族的传说之气 只有被传说之书认可的精灵族 才有资格开启它 而丽儿 正是为数不多 被传说之书认可的精灵 丽儿头痛道 这次是特殊情况 允许你们一起去 但是不许乱来 非常感谢 此时 见到为了帮自己 亭香皇族连传说之书都拿出来了 陆清一顿时无比感谢他们 他旁边连也感谢得道 谢谢 不用客气 精灵都是一家人 丽儿笑道 正好也邀请两位去皇宫那边观赏下 好 那就过去看看吧 石宇也道 竟然还有这种道具 做出决定后 石宇他们一行人 在光精灵丽儿的带领下 开始前往亭香精灵族皇宫 虽然七国建立了联盟 根据联盟要求 统一设立了御寿协会 但是统治模式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像亭香 荣光 就依然保留了皇室贵族这一传统 皇家御寿师的地位 至高无上 当然 其他国家虽然制度不同 但本质上也没区别 还是实力最强的那几个御寿师 和他们的家族势力 掌握最大的话语权 在这个一人之力 可以灭国的超凡世界 实力才是一切的根本 我的能力 可以凭其他生命体的血液为媒介 具现他们的原生 一路走着 混血半精灵 洛伊正自豪地介绍着自己的能力 亭香血精灵分为两大流派 一个和吸血鬼一样 吸收其他超凡生命的精血 锻炼体魄 修炼各种战绩 一个是以超凡血液为媒介 制造召唤物战斗 洛伊显然是后者 不错的能力 石宇觉得这个能力 和虚实幻影倒是很像 还有我 还有我 三精灵犀利亚 也急着介绍自己的能力 主人 他们好像对石宇很热情 连碎碎面地跟陆青衣沟通着 两个小精灵比较活跃 两个大精灵虽然比较矜持 但也都在想办法 吸引石宇的注意力 我当然发现了 陆青衣叹息 所以他们到底是来帮自己的 还是邀请石宇来玩的 石宇这家伙 应该不至于来一趟亭乡 然后契约个精灵回去吧 众人一边走一边交流 很快经过了亭乡 皇家训练场 洛伊探头看了一眼 道 其那个家伙 还在训练 其 听到洛伊这么说 石宇果然也发现了 之前自己注意到的精灵族少女 正在旁边巨大的训练场中 练习射击 不过 血精灵洛伊 也只是提了一嘴 然后就继续走开 众人除了石宇 也都没怎么在意 刚才那个小女儿 不是没有超凡之力吗 走过后 石宇问 对啊 其没有超凡之力 不过他倒是挺精通 各种武器的 弓箭 双手大剑 单手剑 长柄武器 火枪 盾牌之类的武器 他都会用 他也很喜欢这些 洛伊道 咦 石宇哥哥 你怎么知道 他没有超凡之力 石宇笑道 宴会上奥兰会长 给我介绍了不少人 他提过一下 哦 洛伊点头 原来如此 没有超凡之力 怎么回事 他不是精灵族吗 陆青衣在旁边也疑惑道 不知道 医生 全知全能之书 乃至女皇陛下 都无法判断这种怪病 利尔道 可惜了 安妮斯遗憾道 所以他不怎么喜欢混血 虽然有概率生出天才 但也是对于后代的不负责 更容易出现缺陷 众人继续前进 而此时 石宇已经在思索起来 喜欢各种武器装备吗 原来是这样 由于自身没有超凡之力 所以借助各种超凡武器装备来变强 就算没有超凡之力 体质也是精灵族的体质 驾驭这些能量武器 无疑比普通人类更娴熟 这倒也是一种培养思路 利用各种强大的武器装备 来武装一个生命 假如能把这个奇拐走 在眉觉醒神之力之前 可以用这个思路培养它 武器装备 自己这里不是批发吗 绝对比听相爱人制造的装备更神奇 刚才他拿的是风之弓吧 我也会造 让餐宝宝用植物掌控制造个弓壁 让虫虫用虫丝制造个弓弦 然后用空间口袋 在虫丝中开辟个一空间 紧接着用虚实幻影具 献一个风麒麟气凌进去 当时用者拉动弓弦 弓壁就会自动弥漫填气 帮助使用者集中精神 同时会调动麒麟幻影之力 凝聚风麟珠之剑 如果内部再多几个幻影 还可以把各种属性融合进风麟珠 全系弓箭手诞生 大剑之类的武器 让石瑜用硬化金属捏个也不难 吸引自然雷电的天雷之剑 劈碎空间的空间之刃 都可以锻造 防御方面 还有速速的守护之水 赤童的守护之炎 可以制造成战甲 石瑜想了想 自己真就是装备武器批发伤了 一堆寂静呼道级技能捏的装备 连矮人看了 估计都会流泪 石瑜思路通畅后 立刻通知起一技内的石瑜他们 你们听说没听说过 换装魔法 零 快点研究一个成长型换装道具 就是可以根据战斗场合不同 来召唤出各种不同武器装备 武装自己的道具 材料的话 就用你们的技能就行 一小时之内把玩具做好 至少要有12种武器装备啊 海洋战场 陆地战场 天空战场 都能驾驭的那种 这样的话 加点也省了 没法加点 他还懒得加了 锻炼好意志 直接激活神之力 能不能吸引到对方 就看领他们加班加点 出来的换装魔法道具 有没有吸引力了 就当是见面礼吧 投其所好了 属于是 零 真让零头大 第407章 其的真实身份 亭香皇家图书馆 一个样子 为巨述的秘境 在图书馆理员 光精灵丽尔的带领下 石瑜 陆清一他们 成功进入了这里 刚刚一进来 像是一个 纯白色的图书室 摆满了座椅 丽尔 这些人是 他们进来后 一个有着人类身躯 但却只有蝴蝶大小 长着一对光异的 树妖精飞了出来 名称 古树妖精 属性 木 成长等级 图腾级 能量值 石瑜和陆清一看到他后 心中一震 嗯 皇家图书馆的守护精灵 比古都大学 帝都大学的守护猫猫墙 很正常 来 帮我找下全知之书 啊 要全知之书 树妖精兰 看向丽尔和他带过来的这群人 三个精灵族 他当然认识 但是石瑜 陆清一 乃至精灵死灵嘛 需要用全知之书 调查一些资料 放心 是正经士丽尔认真道 好吧好吧 树妖精道 全知之书 虽然只记载了精灵族的资料 但是也是非常珍贵的传说宝物了 比如 他便记载着 超过一百种 适合于精灵族的 超阶技能的教学方法 低阶 中阶 高阶技能的教学方法 更是数不胜数了 这样的宝物 说是精灵族的神器也不过 谢谢前辈 树妖精点头后 陆清一和连他们道谢了声 而石瑜 则无聊地四处观察 他对于连的绅士 没什么兴趣 正在担心 其会不会很快走掉 如果走掉了 还得去找 等调查完 他要第一时间溜走 去和那个有神之血统的精灵谈谈 一对说不好 要看神技的功能 但是二对的位置 如果对方愿意 还是可以给一个的 树妖精的动作很快 不一会儿 一本褐色树皮的巨大魔法书 便被召唤了出来 丽尔拿到全知之书 放在了桌子上 微微一笑 道 连对吧 我需要你触摸到这本书 全知之书 就相当于精灵族的户籍管理系统 你触碰到它后 就可以通过你的生命痕迹 追溯你的祖先 如果你的祖先被记载在这上面 那么就可以显示出来的 他们的信息 嗯 一般情况下成功率是100%的 只要你们是 亭香时代之后的精灵的话 启动全知之书 需要不少的能量 就先追溯距离你年代 最近的血脉者吧 好 银发子童的脸点了点头 轻轻把手伸了过去 放到了全知之书上 很快 全知之书闪烁起光芒 它自动翻开一页 密密麻麻的符号 出现了 在了敞开的两页上 对于这些符号 陆青一只能看懂部分 识语倒是都能看懂 亭香语中的精灵语吗 简单 它有通过记忆水滴学习过 目前 识语掌握十几种国外重要语言 再也不是那个 面对大学考核都很头痛的家伙了 别说弃国官方语言文字了 精灵语 龙语 荣光神文 这些识语都能掰扯一二 温帝 克鲁敏 识语简单翻译了一下 然后到 咦 还真查到了 信息还不少 名字下方 是陆学姐契约的 这只精灵的血脉联系者的一些资料 此时 时语和陆清一 继续努力往下翻译 却没发现 树妖精 丽尔 安妮斯等精灵 表情已经变化到非常夸张的地步 静 竟然是温帝大人 丽尔不可思议地喊道 虽然已经有所预料 这个东皇传奇契约的精灵死灵不会简单 毕竟他远离亭乡 出现在了遥远的东皇 没点能力 还真过不去 何况 如何以精灵形态 转生成死灵 在精灵族内 也是没有记载的 所以 连的绅士 绝对不简单 可是 让丽尔等人没想到的是 连竟然是两千多年前的亭香皇族 温帝 克鲁敏 实语翻译着翻译着 表情也微微一愣 这 他看向了陆学姐旁边的 银发子童精灵少女 道 她是温帝 克鲁敏的女儿 温帝 克鲁敏 是谁 陆学姐翻译得比较慢 有好多字不认识 他和连此时看着表情震惊的精灵们 咽了口口水道 听到这个名字后 连的表情也微微变化 神色有些触动 温帝 克鲁敏 图腾疾疯精灵 是建立亭香古国 结束亭香地区图腾乱世的传说预售师 阿尔贝拉的契约精灵之一 血精灵洛伊 极为吃惊地开口 在亭香 传说强者阿尔贝拉的地位 和东皇的实地相当 都是结束了图腾乱世 建立以人族为霸主的国度的传说强者 连是她的契约精灵的后代 也难怪树妖精和这四个精灵会吃惊 我 这个是我的母亲的名字吗 连表情茫然 这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时 图腾树妖精也惊了 大家冷静一下 实语 看大家都有些不淡定 倒 如果我没记错 初代亭香王朝 是覆灭于和暗夜森林的战火吧 和东皇一样 亭香也分多个朝代 阿尔贝拉所属的初代王朝 早就已经覆灭两千年了 是 利尔道 据历史书记载 阿尔贝拉大人的契约生命 和她本人全员战死 子嗣什么的 根本没有记载 她看向了一脸茫然的脸 没想到 这是一位比精灵女皇 还古老的亭香皇族 要知道 当年阿尔贝拉 把自己的每一个契约生命 都赋予了皇族身份 不然 之后的亭香 也不会出现那么多混血皇族 阿尔贝拉传说在位的时期 东皇应该是五帝王朝时期吧 时宇和陆学姐对视了眼 虽然没有记载亭香和东皇 在古代有交流 但是出于直觉 他们意识到了问题 精灵族的生命母术 因为未知原因 坠入黑暗变异 创造黑暗精灵族 和东方陨岸肆虐 自称图腾之王 创造陨族 好像同处一个大时间段 莫非精灵族生命母术 也是天外势力感染的 时宇陷入了沉思 当然 这种猜测 精灵族自己也有 但意义不大了 毕竟黑暗母术 已经在某一次图腾之战被摧毁 且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他们的信仰 早已经脱离了生命母术 更加依赖于庭乡谷国 如果连是温帝大人的后代 那么他能转生成死灵 就说得过去了 毕竟温帝大人 可是跟随阿尔贝拉传说的 精灵族守护神 利尔道 对于那样的传说而言 办到这种事 应该不难吧 这件事 得跟奥兰会长 乃至的通知下女皇陛下才行 毕竟 这是温帝大人的血脉 虽然已经成为了死灵 但却依然是正统的 2000年前的庭乡皇族 等一下 如果连是温帝大人的血脉 那么他们是不是可以进入自然遗迹了呀 西里亚道 庭乡自然遗迹 由阿尔贝拉传说创建 类似于英灵遗迹和龙神遗迹的结合体 是为了给庭乡保留火种的传承遗迹 它依托于一处自然灵脉创建 只要自然灵脉不枯竭 内部资源就无穷无尽 进入者 可以根据血脉等级 获得一定的资源传承 不过 这个遗迹 只有阿尔贝拉亲自册封的庭乡贵族血脉才能进入 也就是当年跟他征战的契约生命 或者是御寿师的后代才能进入 血脉越尊贵 天赋潜力越强 能获得的好处就越多 现在庭乡的皇族 其实大部分已经无法满足进入的要求 就算能进入 能获得巨大好处的也寥寥无几 毕竟经历了几次图腾乱世 现在的庭乡皇族和当年的庭乡皇族 已经不一定是一批人了 而莲作为温帝守护神的直系后代 那肯定100%可以进入获得巨大的好处 就是不知道此时死灵形态的莲 能不能获得认可 但既然全知之书都认可了 自然遗迹应该也没问题 洛伊等人顿时看向了陆清一和莲 学姐 好像是你的机遇来了 时宇看向她 心灵感应到 狗富贵 勿相忘 嗯 陆清一沉思 只感觉自己又有新主线任务了 调查莲出现在东皇的原因 调查当年庭乡和东皇的关系 陆传奇 莲小姐 你们现在有空吗 可以和我们去见一见奥兰会长 乃至女皇陛下吗 丽尔问道 说不定 你们有机会进入自然遗迹 获得庭乡传承资源 好 我没什么问题 陆清一点了点头 此时 弄清楚莲的身份 她已经心满意足 而旁边 莲还要更多时间 接收这些信息 时宇阁下 你也一起来吧 丽尔道 时宇道 那个自然遗迹 我也能进去吗 啊 丽尔一愣 道 不可以的 自然遗迹只有 亭香初代贵族 及其契约者可以进入 时宇道 那我就不去了 我还有一些其他事要处理 不如你们带着陆传奇 去拜访女皇陛下吧 既然是学姐的机缘 她就不抢了 打算准备准备 去找自己的机缘 亭香遗迹那么多 她没必要跟学姐抢一个 学姐 你去一下吧 精灵女皇和龙神是好友 如果能从那个自然遗迹 收获好处 你们肯定也不会吃亏的 是要分块肉的 谁让这是人家的地盘呢 我知道 陆轻一他们两人心灵交流了起来 陆轻一心情明显不错 道 放心 有收获会分你一丝丝的 那个那个 是不是能去见女皇陛下了 此时 事件进展到这个地步 洛伊等人 猛然忘记了时宇 一提到要去拜访女皇陛下 立刻眼睛闪亮 时宇一笑 也乐得清闲 你们去 她正好去找齐 众人又在图书馆停留了一会儿 然后兵分两路 时宇直接走人 而其他的精灵族 则要带着陆轻一和连去拜访精灵女皇 从历史情况来看 时隔这么久 陆轻一和连如果可以 进入自然遗迹 取出传说及自然资源 都有可能 双方分离后 时宇说是要出皇宫 不过却也没出去 而是来到了皇家训练场这边 站在了高墙之上 还好还在 时宇到 她看向了皇家训练场的一块训练区 那个浅粉色头发的小女孩 仍然在拿着精致小巧的风之弓 练习着射击 精准度倒是还可以 此时 时宇依然在等领他们完工 就先在旁边默默看着 这把风之弓 应该是定制的吧 毕竟 如果是正常的弓箭 以这个棋 大概也就一米二的身高 肯定驾驭不了 一米二 时宇猛然一正 忽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好爱啊 跟时宇的内敛形态差不多 像得憨憨 时宇连忙心灵通话 遗迹内的领他们 忘了吩咐重要的事情 零 制造武器装备的时候 不要按照正常人的大小制造 要按1.2米左右的人足 幼崽形态制造 一记内 灵 灵看着眼前摆在石桌上 长达1.4米的 有白色雷纹的黑色巨箭 陷入了沉思 这是以硬化物质为基础 赋予引雷特性 内运气灵的雷霆大剑 只要一挥 就能引动天雷 以雷霆 击碎大地 1.2米的身高 用1.4米的巨箭 问题大吗 主人 灵问道 武器基本已经做好了 重做要时间 倒是护甲还没做 可以调整 以我的顶级智能判断 问题不大 石宇 石宇脑补了一下 1.2米高的猎人幼崽 拿着一把笔 自己还巨大的大剑乱灰的画面 摇了摇头 的确问题不大 大小合适的话就太刻意了 不过护甲 开甲什么的规模 合适一点吧 明白 大概又过了一会儿 林那边终于完工 并将12件武器装备 整合成为了一个道具 一把伞 这把伞的大小倒是合适 伞柄 伞骨 伞面 都是由重重的虫丝 和餐宝宝的木质植物构成 整体颜色为白色 看起来像是一把伞 但是内部却被开辟了独立空间 装着各种不同的武器装备 通过操控这把伞 就可以沟通每个装备武器的气灵 配合千变万化的虫丝 具现新的武器装备 比如 应对敌人的攻击时 撑开伞面抵挡 就能激活守护之盐 或者守护之水 形成元素之盾 抵挡攻击 当然 什么也不做 守护之盐和守护之水 也能自动防御 但问题不是 撑开了不是比较帅吗 还能欺骗对手 让对手误以为 要撑开伞面才能防御 就叫你 石宇拿着手中的迷你雨伞 陷入了沉思 就叫你石宇吧 石宇选择了以自己名字谐音命名 传说中的装备 石宇 意为即石宇 能在关键时刻具线各种解决 各种困难的装备 伞的形象 对应了雨的概念 这件武器 应该算是七级 熟练运用 在霸主级之下 只要不遇到虚空螳螂这种怪胎 以及可以碾压它的怪胎 打遍君王无敌手 应该问题不大 道具等级虽然是七级 但是品质的话 已经可以说是传说品质了 毕竟是领他们用一堆 神级组合技能捏出来的 对于资源和装备而言 他们的能量等级和品质等级 其实就相当于 宠兽的成长等级和种族等级 这把石之伞 毫无疑问 已经到了极为夸张的地步 如果拿去拍卖 就算比不上传说资源 但是媲美稀有品质属性的八级资源 应该没什么问题 而代价 一级空间内 石一他们累得跟死狗一样 每个宠兽都虚弱地恢复着 通过各种方式 睡觉的睡觉 白嫖自然能量的白嫖自然能量 吃饭的吃饭 毕竟都是吃了时间果实后 用最好的状态去打工的 费得力气可想而知 主人主人 此时 拿到石之伞 石鱼已经准备去见一见对方 不过就在这时 领忽然开口 他已经知道了齐的情况了 领道 虽然他可能现在无法觉醒神之力 但是你可以尝试拿他的一滴血 或者一根头发给我 我可以制造一个神话复苏装置 尝试检测一下规则类型 知道了 石鱼点了点头 不愧是你啊 就是比技能图鉴靠谱 训练长 齐已经练习了一个下午了 虽然没有超凡能力 但是精灵族的体质 还是比人类强许多的 呼 齐酸痛的双臂自然下落 风之弓扔到了地上 用袖口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浅粉色的头发已经有些凌乱 同样的粉色的眼眸中 充满了迷茫 虽然通过驾驭各种武器装备 他也可以战胜一些 普通的超凡级凶兽了 但是这一条路 还是让齐看不到尽头 如果能获得那些传说武器 传说装备乃至神器 他自然也能成为一方强者 但是 那种器具 怎么会给一个没有超凡之力的精灵使用 同样的武器装备 肯定是给有超凡之力的成长等级 更高的使用者 才能发挥出更好效果 所以 齐感觉自己 不管选择什么样的路 可能还是无法成为厉害的强者 毕竟 就算是全知之书 就算是女皇陛下 都无法帮助他 还是放弃吧 不一定要成为强者 可是 齐使劲地摇着头 他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 他此时最真实的变强木的 还是希望和其他同族一样 仅此而已 其他同龄精灵都是天才中天才 掌握各种超凡能力 而他却什么也不会 这种落差 才是让齐 目前最努力的根本 去跟温饱都做不到的人们 谈什么远大理想 那才是白日说梦 算了 根本行不通的 还是放弃吧 齐自言自语道 这种事 在他身上 每天都要经历许多次 一边尽可能地训练 一边却无法说服自己 这样的努力能有成果 怎么不练啊 时宇慢慢走来 不错的听力 让他很远 就听到对方的自言自语 对于这个矛盾的精灵族小女孩 很无语 真是太身心不一了 当然 对于这个年龄 也不错了 这要是他 如果是废柴留开局 且出身皇族 早就摆烂了 或者是去做其他事情 如经商赚钱买传说资源 逆天改命 根本不可能一边叹息 一边做看不到结果的训练 啊 对于有人过来 齐完全没察觉到 他立刻转头 然后看到了时宇 时宇披着红色的考古风衣 一头干净利落的黑色短发下 漆黑的双眸注视着对方 其实他现在身上一身衣服 也都是重重合领一起支的 各方面抗性都不错 算是七级防御型装备 没 没什么 齐紧张得到 声音还带着一丝奶气 对于寿命更悠久的精灵族而言 他这个年龄 的确不大 此时 齐总觉得眼前的人类青年 有点眼熟 他微微一震 快速回忆了起来 对方 好像不是庭乡皇族的人 而是今天在宴会中 和奥兰会长交谈的青年 齐并不知道时宇的具体身份 他只是一个叫醒级精灵而已 也就是被邀请过去混吃混合一顿 也没太关注龙宫城来停箱的目的 毕竟与他无关 但是他清楚 能和奥兰会长谈笑风生 时宇绝对是一个大人物 为什么会在这里 想变强吗 时宇过来后 开门见山就问道 让齐有些猝不及防 睁着圆圆的大眼睛 不明白时宇是什么意思 你这样练习 是会练坏身体的 时宇看向了地上的风之宫道 风压对于手臂带来的损伤 以你现在的体质 还承受不了 这样的练习 效率太低了 齐粉色的眼睛看着风之宫 抬头道 应该没有关系吧 风之宫是格林大师的作品 副作用很小的 而且我回去后 也会涂抹草药 时宇摇了摇头 道 低效的努力 与高效的努力 带来的结果是 截然不同的 说完 他抬起手臂 凭空取出一把比风之宫 大一轮的银色长弓 扔给了齐 道 用这个试试吧 这是什么 齐手忙脚乱的结果 比自己还大的银色长弓 他刚刚拿到弓壁 就直接愣住了 只感觉双手 在接触着木制弓壁的一瞬间 上面流淌的生命气息 便瞬间顺着手掌 滋润了他整条手臂 紧接着就是全身上下 一下午训练带来的劳累 此刻 竟然一瞬横扫空 除此之外 弓壁 散发得淡淡清香 让齐感觉此刻的精神状态出奇的好 他目光越来越清亮 仿佛可以看到 游离在空气中的元素威力 十分不可思议 扶着巨大的弓 齐茫然地看着石鱼 随着石鱼点了点头 下一刻 齐尝试去拉动弓弦 风之翼是凝聚风元素形成箭矢 石鱼给他的这个弓也没有箭 说明是类似的武器 此时 随着齐的拉动 弓壁和弓弦之间 白色的气旋压缩凝聚 形成一道箭矢 箭身的尾部仿佛一对风之羽翼 而箭的头部 则仿佛一个风之灵珠 拉动过程 其表情越来越惊讶 因为他目光中 可以清晰感受到 有恐怖无比的风元素之力 聚集在了这把武器上 汇集的自然能量强度 起码是风之弓射出的 风之箭矢的百倍以上 理论上来说 就算他们精灵族的体质 在清合自然能量 可是他才觉醒级而已 此时附近聚集了 这么高强度的能量波动 正常情况来说 绝对会瞬间反噬使用者 然而 没有 其的感知中 这个弓 对自身所产生的压力 竟然比那个二级的风之弓还小 哄 其的动作结束 风灵珠之时 以极快的速度射出 宛若一道白色流星 轰然间 他触碰到了远方的靶子 紧接着 伴随一道暴虐的气流 其仿佛看到了一个 暴风眼的诞生 箭矢所达 瞬间出现了一道恐怖的台风 摧毁了周围的一切 混乱的白色气流 席卷着致命锋刃 一瞬间 将大地和靶子 切割得千疮百孔 感觉怎么样 面对时宇的询问 其呆呆地 看着对面的锯坑 他此时拖着长弓 终于反应了过来 发现自己射出一剑后 不仅没有任何负荷 反而 刚才那种温和的滋补 还让他此时的状态 比射出箭矢之前还更好 同时 由于强化精神的淡淡清香 和刚才近距离感知强大的 风系自然能量 他此时 对于风系自然能量的感知 竟然也比刚才敏锐了许多 我感觉 我感觉自己什么都没做 但是莫名其妙 就变强了一些 奇节八道 石宇淡淡一笑 当然了 你以为呢 这把弓 可是有气灵的 而气灵 正是重重 以领的风麒麟形态为原形 创造的 一只风麒麟幻影 这个气灵呢 掌握着精通级的风元素掌控 可以凭这个能力 辅助使用者 领带着石宇 在高空高速飞行 石宇都感受不到半点风压 更别提起 只是简单地射出一键了 除此之外 弓壁是由参宝宝结合生命支援 营养物与植物掌控 填气四个技能制造的 手持时可以恢复使用者精气神 增强使用者精神状态 进入类似天人合一的 清静自然的境界 可以有效加快 对自然能量的掌握程度 这一系列操作下来 每射出一键 都是在磨练自己 对于风系自然能量的掌控力 同时 由于弓壁的特殊性 还不至于让使用者产生太大消耗 当然 就是有点费能量 虽然弓壁 气灵 都可以通过自然放置 靠着时间的推移 自己缓慢恢复能量 但这个速度有点慢就是了 只要使用次数多一点 估计就得靠手动维修 得刻能源 如塞入木系 风系能量结晶 加速恢复 请问 这把弓叫什么 奇道 他感觉 这应该是哪个传奇铸造师的得意作品吧 至少应该是七级装备 石宇道 风麒麟之意 风麒麟之意 其眼睛中充满光亮 满眼地对这把武器的喜爱 不过很快 他瞳孔 出现一丝落寞 这样的武器 哪怕是传奇矮人铁匠 想打造 可能都得费很大力气 他找不来这样的武器修炼的 这样的武器 肯定是要优先给前线的士兵 而不是给他一个没有超凡之力的小女孩当玩具 其把工递回给了石宇 谢谢您的指点 我会继续努力地 石宇看向了他 没有接过弓箭 道 我之前问你想变强吗 其一正 粉色的眼瞳看着石宇 点了点头 想 如果你愿意的话 从今天起 你就跟着我修炼吧 这把弓 你可以拿去使用 其一下子就梦了 可是 面对石宇的询问 其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他根本连超凡能力都没有 对方怎么会让他跟着修炼 没有超凡能力对吗 石宇道 既然如此 那就不断练超凡能力 而去熟练驾驭各种武器装备就好了 你认为 如果你能熟练驾驭这把弓箭 会比一个统领更弱吗 其道 不会 遵循内心的想法 就好 也不用担心自己的皇族身份 我会去和你们的精灵女皇谈的 石宇看向了前方 道 对了 你手中的风麒麟之意 只是这个道具的其中一个形态 拿着它 用心感受 和感知自然时一样 其越来越紧张了 没想到石宇还认识精灵女皇大人 但下一瞬间 其开心无比 感觉到自己头一次受到重视 他满脸激动地N了一声 按照石宇的教导 仔细感知其手中的武器 这一感知 不得了 闭着眼睛的齐 黑暗的视线中 立刻出现了12种武器装备 巨剑 钛刀 法杖 弓箭 机枪 铠甲 散盾 饰瓶 各种奇奇怪怪的装备形象 以模糊的光亮形态 出现在了齐的脑海中 他难以理解地选择了巨剑 下一刻 只见他手中的弓箭凭空消失 紧接着 身前雷鸣泵射 一把黑色烙印 有白色闪电纹路的巨剑 降临在了外界 吊在了齐的手中 他吃力地接下这个 比自己还高的巨剑 勉强双手拿了起来 这把剑的话 如果说 刚才的风麒麟之意比较温和 那么这把巨剑 力量就比较狂暴了 实于简单地道 而奸男拿着巨剑的齐 忽然感觉 酥麻的电流 竟然一瞬间 从巨剑流入自己的身体 他只感觉 自己的身体 都快要被电麻了 不过 这种感觉后 带来的竟然不是僵直 反而 其感觉自己的细胞 都被雷电刺激地活跃了起来 一瞬间 力气大增 剑技 神速 其低声一句 浑身立刻充满电气 浅粉色的头发 都因为弥漫的 蓝白色电气而炸起 紧接着 周围电弧闪烁之下 拿着大剑的他 身影直接消失 只留下一道雷痕 砰砰砰 一口气的爆发 像撕裂空气的雷鸣一样 紧接着十米之外 便出现了狂乱的几道雷霆剑光 像凶兽一般 继续咆哮着前进 远处 停下的骑 呆滞地看着乱舞的雷鸣剑光 然后看了看手中的巨剑 紧接着 又回头看向了石域 这 这到底是什么 那一瞬间 骑竟然感觉自己 觉醒级的身体强度 一瞬间在巨剑的强化下 足以媲美超凡击凶兽了 不仅如此 作为清和自然体质的精灵族 他可以感觉到 刚才那个状态明显不是这一把剑的极限 他刚才只是简单地吸收 游离在空气中的雷电元素威力罢了 如果他要极限调动的话 他甚至可以感觉到 这把巨剑 甚至能将那毁天灭地般的雷霆 召化而来 虽然狂暴了一点 但是这个状态 却可以锻炼你的体魄 承受不住时 召唤出生命之障 恢复损伤就可以了 石域到 石域感觉 制造的还是太敢 完全可以制造一身雷电铠甲 然后手持一把破空之刃 形成套装 不过嘛 以其的等级 同时驾驭多件装备 恐怕还有些困难 等之后再升级吧 生命之障 很快 其就改变了武器的形态 换成了参宝宝制造的生命法杖 这个武器的恢复效果 是特异化增强的 比刚才的弓壁还好 绿色的质余波动恢复下 雷电刺激带来的负荷 一瞬间消失 让其觉得宛弱神迹 他发现 他发现自己完全低估了 这件装备的稀有度了 这根本不是简简单单的 七级装备 竟然可以切换 十二种不同形态 而且每个形态 都有不可思议的功效 说是传说中的武器 也不为过了 想好了吗 要不要跟着我修炼 会吃很多苦 之后 也会远离停箱 下次回来 不知道要什么时候 不过 最后应该会比现在变得更强 变得比其他精灵更强许多 我 我要跟着你 其粉毛晃动 已经彻底因为这把武器沦陷 不愿意放弃这次变强的机会 好 十语点了点头 道 那接下来 我先指导你 使用这个武器 它是一个综合型装备 内部蕴含12种形态 每个武器装备 都有自己的名字 而常态下 它名为 十语是传说中的宝具 十语之伞 你现在 可以尝试把它恢复成为 十只伞的形态了 这个形态下 大部分武器装备 都会处于沉睡状态 带来的损耗会更小 起点了点头 很快 在十语的指导下 它把武器 转换为了一把 漂亮的白色雨伞 它欣喜地 拿着这个非常 衬手的道具 撑开雨伞 保留着孩子的童真 欣喜地举着 非常喜欢 这个形态 它拿着就舒服多了 接下来 你要做的 就是调整心态 自信一些 只有足够的自信 才能完美驾驭 这些装备的力量 十语花费了半个小时 教会其使用十只伞 其也按照十语的要求 越来越自信起来 试验随后几个形态时 眼睛中充满了希望 它带着笑容 挥洒着汗水 尝试着一个又一个 武器形态 在十语的一声声指点下 不断地点着头 虽然对十语还不了解 但是这一刻 十语已经成为了 其最感谢 最信任的人 十语给了其几天时间 让他去与熟人告别 而十语 则是伸出手 看着掌心上漂浮的 一滴鲜血 陷入了沉思 他跟对方说 十只伞 需要低血认主 才能完美驾驭 同时 其他人也再也不能 使用十只伞 他会成为十只伞的 唯一主人 这个说法 也是真的 能使用十只伞的 唯一要求 就是获得伞内 各个装备汽灵的认可 通过血液 让十只伞 熟悉其的身份也没错 不过 最主要的是 完事后 十语用满极的念力 将这一滴血 给弄了过来 有这个 你就可以检测 对方的隐藏力量了吗 十语问向 遗迹内的灵 是的主人 零点了点头 接受了第四局知识 以及七岛白川 生物技术基础 可也丝毫不低呢 再加上顶级智能 和神话复苏技能 探索下 对方血脉中的神之力 不是不能做到 那你就研究吧 十语道 与此同时 啦啦啦 其身上别着把伞 一脸兴奋地 向着一个方向跑去 他已经很久 没这么开心过了 那里是格林大师的住址 格林大师算是 亭乡皇族的特聘锻造师了 距离传奇锻造师 只差一步 皇宫内绝大部分 皇族成员的武器装备 都是由他和另外几个 矮人量身铸造 其中 齐和格林大师很熟悉 因为他的几个武器装备 就全都是格林大师打造的 对方甚至还因为 他的特殊情况 为他多打造了几件装备 如果要离开这里 他最先想告别的 就是格林大师 格林奶奶 格林奶奶 寂静的铁匠铺中 大胡子女矮人格林 正在呼呼大睡 他自然也参加中午的宴会 并且和同族人 喝了不少酒 这一觉 恐怕要睡到晚上 然而 浑浑噩噩噩间 格林总感觉 什么熟悉的声音 正在喊自己 他睁开眼睛 走下床 打开门 看到了屋外的小女孩 这不是齐吗 齐 你做什么 啊 头好痛 格林难受到 用身边的锤子 顺手敲了敲脑袋 这个孩子 真不让人省心 不知道他中午喝了不少酒 需要休息吗 格林奶奶 我可能要离开这里了 齐道 嗯 格林一下子 就精神了 看向了齐 噢 什么意思 你要去了 齐一个没有超凡之力的精灵幼崽 正常来说 也就一辈子待在这里了 成年后 随便做个文职 也还不错 他这个出身 齐点就是绝大部分生命的终点了 有没有超凡之力 在格林看来 其实没有多大影响 齐自己倔强的非要修炼 格林也没办法 就当在陪他玩 有一位大人 让我跟着他修炼 之后或许会离开皇宫 离开庭乡 齐道 什么 格林一阵 道 你不会遇到坏人了吧 不 石宇大人是好人 他说会亲自找女皇陛下说 带着我离开庭乡修炼 齐心人道 先不说石宇能和精灵女皇大人交流 就说 石宇送他的价值 不逊色传说圣气的十只伞 怎么可能是坏人 等一下 格林大师一愣 这个名字 他表情微变 道 你刚才说 石宇大人 你口中的石宇 是不是今天宴会上 穿着暗红色衣服的 和奥兰会长交谈的青年 其眼睛有着一彩 点着头 道 嗯嗯 就是那位大人 怎么会 格林彻底震惊了 锻造师和机械师 其实是类似职业 只不过 一个打造超凡装备 一个打造科技装备 后者的技术含量 还要更高 作为一个矮人锻造师 格林自然知道 研究出了机械换兽的石宇 是多么有才能 他不敢相信的是 对方竟然会找上棋 说 带着他离开庭乡修炼 你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为什么会 格林大师不理解 不理解为什么 其为什么会被石宇看中 石宇大人说 既然没有超凡能力 那就不断练超凡能力了 去熟练驾驭各种武器装备 一样可以成为强者 格林越来越无法理解了 他道 这件事 你和其他人说了吗 我觉得 还是得和其他大人说一声才行 其要离开皇宫 前往东皇 起码要取得霸主 及以上的精灵皇族同意才行 虽然石宇说了 会和精灵女皇陛下说 但那是石宇的事情 其这边 肯定也要主动询问下的 我还没有 其道 等一下我会去找猎儿姐姐说 格林大师道 我和你一起 去找猎儿大人吧 这件事 事关重大 虽然很难相信 有人会骗道亭香 皇族头上 但是她是亲眼看着其长大的 很难相信 有人会愿意 带着无法掌控超凡之力的其修炼 好 起点了点头 道 不过格林奶奶 在那之前 我想最后挑战一下皇家试炼 您能带着我过去吗 皇家试炼 是一处试炼型秘境 每一道关卡 都由不同实力的超凡生命 轮流作阵 这个秘境 是用来检测 亭香皇家成员的实力水平进展的 超凡级 统领级 君王级 每个等级对应四关 一共十二关 霸主及精灵 当然可以随便通关 但是对于君王及精灵 大师及御寿师来说 通关就有一定难度了 这个秘境中 皇家御寿师 可以用御寿天赋 强化宠兽挑战 而精灵族 可以借助各种装备挑战 没有什么规则限制 毕竟只是一个 试炼新生代的小秘境而已 无论手段如何 只要能通关 就代表了一定的战斗力 在这之前 其借助各种装备 勉强打过了第一关 但更往后 就打不过了 要知道 其他童族在觉醒集的时候 都能越即闯个两 三关了 而这一次 其希望 可以借助十只伞 重新挑战看看 时宇回到龙宫城 住址这边后 就接到了陆学姐的短讯 她已经见到精灵女皇了 并即将前往自然遗迹 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今天就能把 自然遗迹中的礼物 打包带出来 看看学姐能带出来点什么 如果适合的话 可以和她交换一波资源 给其用 时宇心道 此时 时宇刚刚回来 还没闲下来 一记空间内 灵又传来一惊一乍的声音 主人 主人 有结果了 才过去不到一个小时 研究其血液的灵 就颇为震惊地大喊起来 这么夸 时宇一愣 嗯 可能有风之祝福加成 能判断出 隐藏在其身上的神之力 是什么属性 能力了吗 领道 我用神话复苏技能 尝试激活了下血液内的神力 已经可以初步判断了 或许 我知道她的前世身份是什么了 说是前世 其实也有些奇怪 为什么明明规则类的精灵 会转生成类人精灵呢 规则精灵 元素精灵 精灵族 不是一个东西 时宇道 别疑惑了 快说 好 对方体内的神之规则 极大可能 是时间 空间双系神界技能 时空穿梭 也就是传说诞生于时空中的 规则类生命 时之精灵的唯一神技 那个可以穿越到过去 穿越到未来 虽然没有破坏力 但是却非常不可思议的技能 神技 时空穿梭 什么 时宇一愣 表情剧烈变化 喂喂喂 没开玩笑吧 他记得 龙神曾拜托他 等他成长起来 希望他可以协助破解 时空龙脉遗迹 这个地方 据说有能穿梭时空的能力 而该地点 则正是时之精灵的栖息场所 现在 遗迹还没去破解 先找到人家遗迹的创造者了 不过 时宇和岭一样的疑惑 时之精灵 据龙神说 是规则类精灵 跟类人精灵八竿子打不到的 李 你靠谱吗 第408章 十只伞乱杀 庭乡家试连秘境 此时 这里聚集着六 七人 都在秘境外的场所交流 等待 对于这个关卡型秘境 一直是皇宫内年轻一代中 颇有意思的游戏 一是因为每个人每次手通 都能获得丰厚奖励 二是试连秘境 有一个排行榜 记录着每个皇族成员的通关情况 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难免有攀比 而这个试连秘境 显然就是很好的攀比场所 每当有皇家成员 可以越级闯过某关 或者每当有天才 可以通关十二关 都会在庭乡皇家的年轻一代中 引起极大讨论度 就比如说第十二关 最近十年来 庭乡皇族中 只有四个闯关者通关了 而这四个 其中两个 已经是传奇御寿师 而另外两个 则已经成为了霸主及精灵 齐 你确定要挑战吗 要靠你手中拿着的那把伞 格林大师陪同齐来到了这边 当齐说 十语送给了他一把 非常厉害的武器时 格林大师非常震惊 不过齐这个丫头 怎么也不肯展示 说要用皇家试炼 证明这把武器的强大 齐是未成年精灵 甚至在精灵族中 年龄都属于非常小的 以他这个年龄 等级 不能独自来参加试炼 必须要有长者陪同 此时 格林只能单此重任 是的 格林大师 相信我 齐眼中充满了自信 显然已经被食语洗脑了 诶 格林大师又带齐过来了呀 皇家试炼秘境外 销售的老年管理员刘克 打着哈欠道 哈哈 是啊 格林大师点了点头 行 那我现在就安排他进去 管理员刘克道 虽然目前里面正有人挑战着 但是齐这丫头 最多也就一会儿 然后就被揍出来 不碍事 呀 小齐又来挑战了呀 这是新获得了装备吗 齐要进入秘境进行挑战 附近其他皇族成员看到他后 也都打招呼道 这里是皇家成员的交流场所之一 每天都聚集着几个人 皇宫内的年轻一代 不多也不少 几十人的样子 其中 齐的名字 位列皇家试炼倒数第一位 再加上他的情况特殊 每一个成员自然都认识他 人们往往会对弱者抱有同情 大家显然都觉得 齐这个精灵挺可怜的 同时 也觉得没有超凡之力 却修炼着武器装备记忆的齐 非常努力 如果条件允许 不少人还会在他生日时 送个装备当作礼物 嗯 握着手中的十只伞 齐点了点头 紧接着 他深呼吸一口气 直接登上了秘境入口处 进入了里面 由于以前已经通过了第一关 所以这一次 齐是从第二关开始挑战 这个空间内 是一处山岩区域 一只不大的岩皮蜥蜴 目光幽深地看着齐 名称 地岩龙溪 属性 土 种族等级 低等统领 成长等级 超凡级 试炼秘境前几关 还是比较简单的 比如超凡四关中 分别对应超凡种族 超凡级 统领种族 超凡级 君王种族 超凡级 准霸主种族 超凡级四关 比较出众的亭香天才 在超凡级时候 打通四关问题都不大 更天才的一点的 或是借助御寿天赋 或是借助装备 甚至再觉醒级 就能打到三 四关了 其没有契约者 无法借助御寿天赋 来强化自己 就只能用装备了 西 地炎龙溪看到其后 眼睛露出玩味的表情 这里的首关宠兽 都是亭香皇族 自己培育的 前几关每一关 都有一批首关者 只有后几关的 首关者才固定 巧合的是 其上次 也是败于这只 地炎龙溪之手 所以这次地炎龙溪 看到他 顿时感觉有些轻松 是你 其眼睛通红 有点委屈 上次自己就是 被他打了出去 脑袋被对方的石头 砸了许多个大包 脸也被砸肿了 皮肤轻一块紫一块 对手是土戏的话 就用木戏克制 他挥了一下石之伞 光芒闪烁下 石之伞 立刻变成了 一把木质法杖 虽然感觉 制造时有点不用心 有点粗糙 就是一根褐色 与白色相应的木杖 但问题不大 西 与此同时 见到其这次换装备了 不用那把弓箭了 地炎龙溪摇了摇头 随即召唤出飞炎 打算送对方出去 然而 更新换代的装备 哪有那么简单 一米二的齐 双手持着比自己还高的法杖 跑向地炎龙溪 地炎龙溪本来没怎么在意 但是随着滋补的香气传来 他顿时感觉晕晕乎乎 鼻子开始冒险 大脑一阵晕眩下 他被齐用法杖轰下的杂飞 果然可以打控制 看着被自己抡开的地炎龙溪 齐拿着法杖 心跳加速 这是石语 交给齐的用法之一 对于统领级以下的生物 法杖的滋补魔法 就能瞬间补晕对方 然后随便你打 等一下 此时 齐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法杖和滋补魔法 不应该是这么用的吧 这属性克制的 好像也没什么意义 直接用弓箭 也可以轻松胜利的 不过 这些都无所谓了 他看着不知道是被补晕过去 还是被砸晕过去的地炎龙溪 一阵兴奋 下一关 外界 随着齐进去 绝大部分人都没怎么关注 因为认定他不一会儿 就会鼻青脸肿出来 然而 当有人注意到 外界石碑上 代表着齐的名字后面 闯关记录刷新 出现了两颗星 他立刻微微一正 喂 你们看 好像闯过第二关了 这个青年御寿师的话 立刻引起了 其他皇族成员的注意 不容易呀 不过齐怎么过的 另外一个御寿师的 觉醒极战统领种族 超凡极 这是用三级武器装备了吗 以齐的等级 想驾驭三级装备 应该不容易吧 通关了 这么快 而此时 秘境管理员刘克 还在跟格林大师聊着天 随着秘境榜刷新 他们纷纷看了一眼 格林大师 是你给齐准备了 高级装备吗 没有 以他的等级 驾驭二级装备 就是极限了 格林道 格林大师沉印下 不过他从其他人那里 得到了新装备 刘克大师 你不是可以看到 秘境内的情况吗 麻烦接下来 看看他的表现 然后告诉我怎么样 对于齐能通过第二关 格林大师没有过多吃惊 毕竟看齐自信的样子 说明石鱼给他的装备 应该不错 好 刘克大师快速拿出 秘境掌控装备 观看齐里面的情况 然后 就看到了极为不可思议的一幕 个子不高的齐 面对眼前的君王种族 超凡级 寒动古术 直接将手中的雨伞 变换成为了一把长弓 弓箭很大 齐拿着 拉着都很费劲 以至于对面的寒动古术又直 都非常猛逼 无语 然后就是这份忽视 送他走掉 随着齐手脚并用 拉开麒麟弓 下一瞬 宛若白色流星的风铃珠之时 瞬间将寒动古术轰烂 第三关 通过 刘克大师 什么东西 刘克大师瞪大眼睛 无法相信 怎么了 格林大师看他一惊一炸 立刻到 随之 猛然发现 齐的名字后面 已经出现了三颗星 代表他已经通过了第三关 他拿着的什么武器 看威力 都可以伤到统领级凶兽了 刘克大师惊道 第三关 超凡级的寒动古术 直接被他一箭秒了 想达到这个威力 一击秒掉超凡级君王又宰 最起码得五级武器吧 就跟一个婴儿 承受不住枪炮的后座力一样 低级的生命 也很难承受 这种攻击型武器 发动时 带来的力量冲击才对啊 就算是防御型装备 也会给使用者带来一定负荷 激活时 一瞬间爆发的能量护盾 引起的波动 会让低级生命非常难受 如果攻击强度高点 防御装备 就算防御下来了攻击 引起的余波震动 也能要了低级生命的命 但其做到了 而且战后 还跟没事人一样 继续走向第四关入口 那的确至少得是五级武器 格林大师道 是啊 管理员刘克点头 而且 光是一般的五级武器 肯定还不行 一般的五级装备 岂不可能驾驭的了 他这件装备 究竟是从谁那里得到的 格林大师 你都打造不出来吧 格林大师沉默了下 的确 他正常情况下的最高作品 是六级装备 如果用上各种珍稀材料 有人帮忙的情况下 对标传奇 霸主的七级武器装备 也不是不能打造 但是 能量级别虽高 可品质等级 绝对没有这个五级装备高 因为 这可能是一把拥有气灵 拥有自主意识的武器 只有这一种可能 刘克道 拥有自我意识的武器装备 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武器装备 但是最好的武器装备 一定是有自我意识 这类装备 哪怕能量级别很高 但是低级使用者操控起来 也没有太大压力 在古代的亭乡 这类装备还不算很稀有 一些成名的传奇兵器 都能有灵 但是到了现代 古董刀剑等武器装备 已经很难预以出灵 成为超凡生命了 何况 其手中拿的 还是有自主意识 却不是生命的武器装备 这种 就更加稀有了 哪怕是传奇锻造师 都很难打造出来了 不得不说 虫虫虽然种族等级不高 但是它的空想幻影 却是神迹一般的存在 有一定意识的武器装备 原来如此 格林大师扎舌 这类武器装备 稀有的要死 石宇博士还真是大方啊 说给齐就给齐 怪不得齐自信地 要来挑战试炼 这样的武器装备 的确最适合齐了 如果是5级的 有自主意识的装备 应该可以让齐通过前四关吧 甚至 第五关 这 管理员刘克 又一惊一炸到 怎么了 第四关的战锤巨人 也被一剑秒了 刘克难难道 那是准霸主种族的巨人族幼崽 不过也有了近十米高了 但可能 在目前的齐眼中 就是活靶子 发生了什么 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人 注意到了 齐那疯狂上涨的排名 纷纷目瞪口呆 那个齐 还没过去几分钟 就已经通过第四关了 已经越级战胜了 准霸主种族的超凡级对手 怎么回事 在场的预售师 精灵等级不一 但此时 却纷被齐快速上升的排名吸引 这还不是终点 很快 第五关 通过 哪怕对手的实力 来到了超凡种族 统领级 试炼秘境内部 其依然是一剑秒杀 这让其他皇族成员 恶然无比 第六关 统领种族 统领级 第七关 低等君王种族 统领级 其不出意外的 依然没有多大压力 一剑结束 直至第八关 从这一关开始 守官者就具有威仪性了 第八关的守官者 是准霸主种族 统领级的一只空间系列人精灵 是皇宫新生代年轻护卫之一 他沉默地看着眼前的齐 不明白 其一个觉醒级的精灵女孩 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这个不是那个 不会超凡之力的小皇女吗 伦迪护卫 齐也认识 这位年轻护卫 知道了对方是空间系后 手中的长弓 光芒闪烁 变成了一把白色的钛刀 钛刀依然很长 齐拿起来比较费劲 这是什么 伦迪依然沉默 看着对方的长弓 变成了钛刀 一阵兴奇 心中自言自语 还不等他等过多思考 一道声音 猛然传来 蠢货 全力应对 不要大意 这道声音 让伦迪一震 因为这道声音 是秘境管理者 刘克老爷子的声音 伦迪心中立刻一领 看向眼前 穿着白色衣裙的 粉色头发精灵小女孩 只见他变换出来 白色钛刀后 直接举到头顶 从上向下朝着他批出 仿佛 是能挥出剑气似的 空意 伦迪也的确没有大意 上来就使用了 空间系最无赖的招式 空意 这一招在传奇御兽师身上 还有一个名字 为虚化 是能躲进压空间的招式 一般情况下 只有空间系招式 才能打中这个状态的生命 当然 如果招式威力 足以大到扭曲压空间 也可以影响到 这种威力 起码得是霸主一击的威力才行了 不过这样 强攻的话 消耗和回报不成正比 所以 空间记在有些时候 真的立于不败之地 伦迪进入空隐状态后 再次看向了奇 不过紧接着 令他痛苦的一幕出现 只见奇披落破空之刃过程 上面弥漫了一层白色光运 紧接着 空刃之前的空间 宛若镜面般破碎 一股冲击波 席卷乌与伦比的空间震荡之力 向着空隐状态的他袭来 这个过程 伦迪仿佛看到了 无数透明的空间叠在飞舞 而自己周围 混乱的空间已经被锁死 根本让他无力动弹 他表情震惊 时宇说的要自信是什么意思了 哄 一击过后 他沉默地看着眼前的废墟世界 看向了手中的又一把武器 破空之刃 这是由霸主实力的十一权力 以硬化 镇空技能凝聚而来 并被重重覆摸上了 空间之叠幻影的一把武器 格林 他的武器装备 怎么还能变换形态 竟然是空间武器 而且这个威力 已经不是五级装备那么简单了 六级 七级 究竟是谁送给他的武器 格林大师也沉默了 他知道自己错了 竟然不是五级 这个石宇博士 家里有神矿吗 外界 随着齐通过了第八关 已经彻底乱了套 一个个皇族天才 呆滞地看着齐纳 跳跃到许多人头上的名字 无法理解 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九关 已经是君王级的守官者了 一般来说 即使是亭香皇族的天才 也很难在这关越级胜利了 因为这一关的守官者 基本都掌握着熟练度不低的威慑 威慑通常是九至十二关守官者的见面里 是来检测守官者 有没有资格来到这一关进行挑战 而对于有着十只伞的齐来说 这一关 反而比之前机关还简单 太刀重新化为了伞的形态 齐一步一步走进第九关 刚刚踏入铺天盖地的君王气场 一股精通级的威慑波动 便席卷而来 哄 齐城开伞 一个迷你的黑白色熊猫金属视频挂件 具现在了伞间 紧接着震撼天地的恐怖威慑 从撑开的散盾上爆发 嗡 白色的十只化 宛若闪电一般的威慑波动 一瞬间吞噬了第九关守官君王的威慑 并且挤压而去 第九关的守官者 根本还没反应过来 眼瞳便瞬间泛白 被骑的精神防御装备 熊猫挂件反噬阵晕晕 好强 此时 齐越来越激动了 这真的只是防御装备吗 这个熊猫视频 缠绕着寂静呼道极威慑波动 蕴含十一的霸主意志 别说是君王级凶兽的威慑了 就算是标准霸主级的威慑 他也能护得住其 要知道 凭借这个满级威慑缠绕技巧 五帝可是打造出来了 维持两千年的石铁兽训练遗迹 至今那个石柱的威慑波动 还有自主意识 此时此刻 石宇还在河岭研究着 其是十只精灵转生的可能性 丝毫不知道 其用着他们送的极品装备 已经在亭乡皇家试炼这边开始乱杀 试炼秘境外界 一众年轻的皇家天才 看着其名字后面的十一颗星星 嘴巴已经张得老大 其迟迟没有出来 说明他正在挑战第十二关 在他们无法理解 难以置信的呼朋唤友下 越来越多的亭乡皇族天才文姓而来 震惊地看着秘境绑上其的名字 其 一个觉醒级 不曾掌握超凡之力的精灵 是怎么达到第十一关的 这怎么可能 就算是他能驾驭七级传奇装备 也不可能战胜君王啊 武器装备 也就是其锦上添花的作用罢了 能弥补一些宠兽 玉兽师的短板 比如让低级生命 承受高级生命的威慑 让自身属性全面点 但是绝对不会太离谱 不会超过玉兽天赋的加持 一个装备的强度 也不会超过超凡生命 自己的超凡能力 不然 装备早就是主流了 我不理解 我也不理解 别跟我说 七手中拿着一个传说之病 或者神器 别开玩笑了 他哪来的那种东西 我更相信神秘已经坏了 第十二关的守护者 是一个可以短暂 匹敌霸主的顶级君王 非常难以战胜 常态能量值就达到了800万 他的种族 为战争巨数 霸主种族 君王级 以VSE情况下 战胜他的 如今亭乡新生代中 仅仅四人 在第十二关的森林大地区域 想战胜他 无疑非常困难 但是此时 第十二关内 却发生着 另大部分人都难以想象的画面 哒哒哒哒哒 第十二关的对手 的确很强 其也陷入了苦战 他提着一把沉重的巨大机枪 机枪上面 耀眼的光弹不断凝聚 以每分钟几千发光弹的射速 喷涌着光能 这个机枪 是餐宝宝和领一起制造的 运用了机械系理论 和植物类知识 可以直接光合作用 通过蓄能光束 在有光的地方凝聚光之弹扫射 气灵为餐宝宝 之所以 拿出了这把武器 是因为战争巨数太强了 整片森林都是他的手脚 攻击来自四面八方 其用其他武器 很难招架 人民币百分号锦号 百分号人民币妈的 这个小鬼是怎么回事 此时 隐藏在幕后的战争巨数 心底骂娘 看着自己操控的植物兵团 被那夸张的武器扫烂 心中挖凉挖凉 她全力凝聚一根藤蔓 像子弹一般 从遮掩雾中 想穿烂这把机枪 或者捆住那个个子不高的 粉毛精灵族小女孩 但是 藤蔓极限接近对方时 对方身体周围 迅速生腾一股寒气 冻碎了藤蔓 守护着这个小女孩 速速地守护之水 变种能力 目前 正以一个水滴形饰品的方式 和熊猫挂剑一起守护着骑 同样是被锤炼到 有自主意识的守护技能 我不理解 在君王级中 含有敌手的战争巨数 无法理解地 看着这个叫醒 级精灵族小女孩 对于她能闯到十二关 对于她能驾驭这么多武器装备 十分地不理解 十支伞 果然很强 驾驭着机枪 其表情通红 婴儿肥的脸蛋上 充满了疯狂与激动之色 樱花半一半娇嫩的双唇紧抿着 已经逐渐进入了状态 当然 此时要说最呆滞的 还是看着其长大的格林大师了 一开始还好 但当其开始秒杀 第八关的空间系精灵后 一切都变得不对劲起来了 君王级的第九关守关者 依然一个照面 就失去了战斗意识 直至现在 其 正在和亭香老牌的 顶级君王战争巨数分庭抗礼 进行着大战 我更不理解 始终观看着 秘境内情况的管理员刘克大师 作为能抗衡霸主的顶级大师 作为有传奇矮人朋友 传奇机械师朋友的他 根本无法理解 其手中这种武器装备 能变形也就罢了 能涉及多个属性也就罢了 蕴含有意识的气灵也就罢了 让一个觉醒级小女孩轻松驾驭 压制顶级君王也就罢了 怎么可能罢了 她老人家瞪大眼睛 又见到了其发现 拿不下战争巨数 开始尝试同时驾驭多件武器 甚至拿出来了会吐盾的地雷 十多分钟后 一个个聚集在皇家试炼一技外的 皇族天才们 鸦雀无声地看着 跑到了最顶层的那个名字 看到了她通关记录 变成了满星的字样 那些因为这件事过于离谱 而被喊过来的皇家成员们 发现自己眼睛看到的 比听说的还更离谱 齐 谁不认识啊 就是那个没有超凡之力的 觉醒级小女孩 如今也只还是个孩子 怎么可能通过第十二关 要知道 最近几年通关十二关的精灵族 一个是如今皇家射手团团长安妮斯 一个是皇家图书馆管理员丽尔 两者都是霸主及实力 皇族精灵中最强天才 而其怎么可能 此时 远在其他地方的皇家成员 安妮斯 丽尔 洛伊 西里亚等天才 正和精灵女皇 奥兰会长一起 在自然遗迹外等待 自然遗迹也在庭乡首都 陆清一已经进去有一段时间了 终于光芒闪现 陆清一和连 从自然遗迹中而出 他们表情都很兴奋 怎么样 精灵女皇希尔弗拉 微笑着看着陆清一和连 没想到石宇倒是一起 带过来一个不得了的女儿 竟然契约了古代守护神温帝之女 理论上来说 应该可以从自然遗迹 收获不少资源吧 毕竟这些年来 自然遗迹中的资源 是增长比举出更快速 不负众望 一共是两件传说级资源 六件八级资源 十九件七级资源 低级资源若干 这么多 安妮斯 利尔等人吃惊道 这么多资源 说堆出一个图腾 或许有些困难 但是 堆出几个霸主 绝对不难 两件传说资源 奥兰会长也非常惊讶 这可是大收获 还不错 精灵女皇希尔弗拉文言 表情上还不错 心中却叹了口气 看来白等了 没有神话资源 她掌握诸多特殊能力 陆清一在她面前 输不了慌 女皇陛下 是按一开始说的 五五分成吗 陆清一道 这笔收获 哪怕五五分成 对她来说 也是一笔巨款 毕竟 包含了一件传说资源 希尔弗拉笑了笑 没怎么在意的点了点头 知道陆清一 和时宇关系很好 便道 你优先取走 你需要的就好了 好 非常感谢您 陆清一点了点头 其实 最主要的 还是传说级资源 一共两件 一个是九级风神花 一个是九级自然果实 风神花 是风系传说级资源 可以用于强化风系宠兽 是强化类资源 而自然果实 也是强化类资源 可以增强超凡生命 对自然能量的掌控力 不过她的使用条件 比风神花更严格 风神花只要宠兽是风系 有风系技能 都可以用于强化使用 但是自然果实 只对精灵足有效 最终 陆清一选择了风神花 而没选择自然果实 一是连 已经用过一件传说资源 抵达霸主了 她和连商量了一下 想把新的传说资源 给其他宠兽使用 为队伍内增加第二只霸主 二是 连已经不算是完整的精灵足了 虽然对于自然能量依然清和 但使用自然果实的效果 肯定不如有血肉之躯的 精灵足使用 性价比不高 于是 考虑一番 陆清一选择了 把自然果实 交给了庭乡一方 而拿到自然果实后 奥兰会长还正在欣喜着 精灵女皇希尔弗拉倒 是对一件传说资源不以为意 到了她这个层次 传说及资源 已经很少有对她有效的了 对于自然之力的修行 她已经到了瓶颈 已经不是一颗自然果实 可以帮助的 自然果实 如果石宇那个小鬼 契约了亭香精灵 这个就作为礼物 给他们吧 这个情意 应该不可谓不大了吧 希尔弗拉心道 契约精灵 加自然果实 应该可以彻底 把石宇这个未来 必成传说的超级天才 绑在亭香的战车上了 只不过 她老人家 心中无言地看着 羡慕表情的安妮斯 利尔 洛伊等精灵天才 为什么这群家伙 跟丢了石宇 反而跑来了一起拜访自己 真的没问题吗 眼下 陆清一和奥兰会长等人 正在原地划分收获 不过就在此时 奥兰会长接收到了重要通讯 奥兰会长 皇家试炼 皇家试炼那边 又有新的精灵族 通过第十二关了 对面 奥兰会长的精灵族秘书惊道 什么 是谁 奥兰会长也是一惊 不记得还有谁有那个潜力 洛伊未来或许可以 但现在 他在自己这边啊 是齐 是那个没有超凡之力的齐 怎么可能 奥兰会长破口出 只觉得 秘书是在调戏他老人家 奥兰 怎么了吗 希尔弗拉看向了奥兰 奥兰道 女皇陛下 我的秘书说 齐 就是那个没有超凡之力的 精灵族小丫头 通过了皇家试炼 全部十二关了 嗯 精灵女皇一正 只觉得这个名字 有点耳熟 没有超凡之力 当初 精灵族内 的确抱着一个 没有超凡之力的 特殊精灵族婴儿 找自己看过 只不过 他也看不出 对方有什么问题 只当是混血的特殊病例了 齐 他的年龄 应该不大才对 奥兰会长的话 不仅是让精灵女皇 微微一亚 安妮丝 丽尔 洛伊他们 则更是震惊 齐 那个刚才还在训练场 练习射箭的齐 怎么可能 奇怪 精灵女皇 微微沉吟 齐不可能 觉醒超凡之力 是他确认过的 就算是他帮助 对方优化种族 也非常困难 这种情况 除非用适合的 传说资源逆天改命 那倒是有一丝希望 觉醒超凡之力 只不过 亭香不可能 把传说资源这种 有几率强化出 图腾的战略级资源 用在一个小女孩身上 何况 适合的资源 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 所以 齐的情况 无解 这个齐 是怎么通过的 试炼十二关 秘境是他亲手建造的 难度他还是知道的 结束了吗 精灵女皇希尔弗拉 看向了奥兰会长 陆清一他们 他打算去试炼秘境那边 看看齐的情况 此时 秘境外 齐满星星系 激动无比地从中而出 闯过了 十二关 他对于十只伞的使用 还并不熟练 即使如此 也闯过了这十年内 只有四个年轻人 闯过皇家试炼 我自己还是太弱了 如果我对自然能量的 亲和程度再高一些 这些武器的威力 还能更大 齐心道 精灵族的体质 是很亲和自然能量的 所以 他们使用起来 这些调动自然能量的 武器装备 如鱼得水 虽然无法觉醒技能 但是 齐觉得 时宇提醒的对 之后自己可以主修自然体质 来增强驾驭武器装备的熟练度 精灵族 是天生的自然体质 可以看作 自带半个万象 亲和天赋 一般的宠兽 只有到了霸主级 才能有精灵族这种体质 像漩涡魔兽那种图腾 就是如此 哪怕它当时虚弱到 没有一丝能量 但单靠 可以引动自然之力的体质 都能制造滔天海啸 把石鱼等人 逼入绝境 齐 齐一从秘境出来 就发现了无数人 在外面看着它 甚至 连亭乡两个 要去参加世界赛的 皇族御寿师都来了 这阵时 瞬间把齐吓了一跳 让他抱紧了 怀中的白色石之伞 此时 这些人疑惑无比 齐看起来 明明依然是觉醒级啊 怎么可能通过十二关 小丫头 你的那个武器 是怎么回事 此时 刘克大师已经迫不及待走出 询问其本人 关于这把伞的事情 他问了格林 这矮人不说啊 格林虽然知道是石与送的 但是没有其本人 乃至石与本人同意 他也不愿意乱说 脾气很倔 武器 众人看向了 齐手中的白伞 刘克大师 你是说 齐真是靠着装备 通过十二关的 他们完全傻眼了 无法理解 那是神器吗 这个 此时 齐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忽然反应过来 自己好像惹麻烦了 自己通过十二关 肯定引起了很大的动静 虽然石与说了 不介意 他去随便使用这把伞 让他拿着随便去闯关 但是一下子被这么多人关注 齐瞬间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齐 我们先回去 格林大师走了出来 走到齐身边道 不过就在此时 所有人忽然屏住呼吸 猛然看向一个位置 因为 随着一道空间涟漪波动 几个身份尊贵无比的人 来到了这里 在场的皇家御寿师也好 精灵也好 像格林这样来打工的外人也好 纷纷呼吸止住 看着出现在前方的精灵女皇 和他旁边的奥兰会长 以及安妮斯等人 女皇陛下 一瞬间 在场的所有皇族成员 都行礼问好 齐也不例外地 立刻紧张行礼 免礼 希尔弗拉道 然后看向了人群中的齐 一阵意外 也没感觉到他哪里变强了 依然还是觉醒级的能量波动 齐对吗 我刚才听奥兰会长说 你通过了试炼十二关 此时 周围所有人都 微微吃惊地抬起头 没想到齐通过十二关 都把女皇陛下吸引过来了 不得了不得了 就算是女皇旁边的安妮斯 丽儿等人通过十二关时 女皇陛下也没怎么关注吧 不过 齐这个情况 的确有点特殊 是 是的 女皇陛下 齐脸淡通红 紧张地看着精灵女皇 嗯 这个秘境 是精灵女皇所创建 虽然他把秘境带 交给别人管理 但是来到这里后 他瞬间看清了 秘境内部之前 半天发生的所有历史 这一瞬间 精灵女皇表情微微变化 看向了齐手中的武器 心情略微奇怪 因为这把武器的气灵 怎么跟他在龙宫城 看到的那只蝴蝶 石羽的那只蝴蝶的 力量形式那么像 这把伞 是谁给你的 精灵女皇道 是石羽大人 齐道 石羽 这个名字从齐口中说出 旁边的陆轻衣 莲 安妮斯 丽尔等人 当即一愣 纷纷看向齐手中的雨伞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果然是他 精灵女皇沉默 看向了齐 然后转头看向了 更成熟的安妮斯 丽尔的人 有些奇怪 他们到底输在了哪 甩开更成熟 漂亮的安妮斯 丽尔等人 去拿武器装备 勾搭一个精灵族小女孩 石羽是怎么想的 此时 奥兰会长也猛然把目光 看向了安妮斯等人 此时这几个精灵族天才 一脸的茫然 还没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 所以 其真的是 靠着这把伞通关的十二关 当下 就连女皇陛下 都问这把伞的事情了 周围的亭乡天才 开始更加难以置信 这到底是什么 其不过一个叫醒级 精灵族小女孩 仅凭这个玩意 就战胜了顶级君王 石羽给的 石羽 那不是今天带队龙宫城 来亭乡的东皇传奇之下 第一人吗 他们今天宴会上 听了不少石羽的经历 但是猛然发现 自己根本不熟悉这家伙 这家伙 什么情况 送了一个叫醒级精灵族一把伞 就让他的实力 足以媲美 目前皇族新生带四大天才 他们都还没通过十二关 岂不是说 他们不如齐 这一刻 这群庭相添才 彻底梦了 而且 石羽为什么会送伞给齐 石羽这家伙 到底在搞什么要讹子 而陆清一 则彻底一脸黑线 他就觉得 石羽不是安分的人 果然 他尽个一技的功夫 石羽这边 直接指导一个小丫头 通关了庭乡皇家试炼 第409章 最弱霸主齐 当下 众人初不知道了 齐是怎么通关的十二关了 靠武器装备 不过除了少数人 大部分人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仅凭一件装备 齐就能这么快打通试炼 像利尔这样 知识渊博的图书馆管理员 一时间也无法在精灵族 收藏的各种传说器具中 想到可以如此轻松帮助 齐通过十二关试炼的装备 无论是低级高级的 都不可能是觉醒级的 其所能驾驭的 让一个一级的精灵 去佩戴一百级的装备 根本不可能做到 就算是一些有气灵的装备 也不可能如此轻易 认主一位觉醒级精灵 虽然得到他们认可后 使用起来条件会降低不少 但在认主过程 也是对使用者极大的考验 一下子 时宇在这些亭香皇族天才中 更加神秘起来 自己强大不可怕 可怕的是 他竟然可以随便通过一件装备 让一个叫醒级精灵族 媲美他们 这种神秘无比的形象 让在场那两个 即将明天和龙宫城 进行交流的亭香天才 有种巨大的压力 不愧是你啊 陆轻一看着其手中的那把伞 若有所思 作为最了解时宇的人之一 陆轻一是最快知道 是怎么回事的 那个武器内 怕不是有重重制造的虚实幻影 作为气灵吧 这个战术 时宇经常用 比如在武斗大会 时宇就使用一把冰龙之刃 召唤出冰龙气灵幻影 辅助自己战斗 配合气灵幻影 以统领 越级战胜君王 比如全国大赛 他甚至让赤童自己激活木灰 因气灵幻影 和重重形成跨越千里的组合剂 使出交错之剑 碾压高轩 对于时宇身边的人来说 时宇掌握一套 把虚实幻影 作为气灵的技巧 已经不是秘密 如果是通过这种方法 的确可以让这个小丫头 轻松通过十二关 陆轻一沉默 那只蝴蝶的战斗力 她自然清楚 她全力制造出来的神龙幻影 她的霸主及精灵 打不打得过 都是一个问题 让这些幻影 作为装备气灵 这不是降维打击吗 听谁指令 更是重重一句话的事情 甚至陆轻一怀疑 就算没有这个小丫头 拿着武器 使与让武器 自己去打通个关卡 不 让气灵脱离装备 去闯关 都不是做不到 陆轻一顿时乐了 周围人无法理解就对了 毕竟他们不知道 重重的空想之力 这个能力 绝对是矮人锻造师 梦寐以求的技能 好了 你们都散去吧 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后 精灵女皇开始轰人 她开口后 虽然聚集过来的 大部分亭香添财 还有许多问题 但是在精灵女皇的命令下 还是不舍得的离去 而精灵女皇希尔弗拉 则是看着祈祷 你随我去一趟石宇那边 在精灵女皇看来 石宇这种行为 肯定是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到了 这一件装备极为离谱 能让众多传奇 矮人疯抢研究 石宇肯定不会 无缘无故给祈 所以她要弄清楚 石宇是什么意思 石宇没想到这么快 精灵女皇 就带着祈祷上门来了 精灵女皇 不是被安妮斯等人拜访 去研究什么 自然遗迹了吗 女皇陛下 希尔弗拉登门后 石宇立刻迎接 精灵女皇旁边 捏着伞的其小心翼翼 不敢说话 石宇 那个武器 是你给她的吗 女皇问 石宇看了一眼齐 道 是啊 怎么了吗 她拿着这个 通关了皇家试炼十二关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精灵女皇 注视向石宇 她确立的十二关 在这一代亭香天才中 正常能通过的 也就四人 结果 石宇凭借一件装备 就帮助一个叫醒 级精灵族小女孩通过 她怀疑 石宇在针对她 啊 哈哈 是吗 石宇善善一笑 的确是她怂恿其去 多数例树立信心的 想要锻炼意志 还像之前那样可不行 必须要树立起信心 然后再粉碎信心 然后再树立 再粉碎 反反复复才行 那么把这么珍贵的东西 送给她 你又是为了什么呢 希尔弗拉笑着问 我还没来得及跟您说 我想帮助其修炼 石宇道 这个说是武器 但每一把武器 在使用过程中 都能帮助她 更好的清和自然能量 或是帮助她锻炼体魄 也相当于一个锻炼道具了 女皇陛下 让齐跟我去东方修炼吧 果然是这样 精灵女皇就知道 石宇肯定是选中了齐 才如此重视地 做出了这样一个装备 不过 让她不明白的是 放着那么多精灵族天才不选择 石宇为什么偏偏选择了齐 为什么 精灵女皇问 为什么 不是你说 让我契约一只精灵回去的吗 石宇心中吐槽 一是因为 其即使没有超凡力量 也很努力地 用各种武器装备锻炼自己 我很喜欢她这种性格 二是她的体质 应该没有表面这么简单 缺陷的原因 或许是因为潜力巨大 石宇看向了精灵女皇 道 她和我另外几个伙伴都很像 她们一开始 也都是或多或少拥有一些问题 所以 我想尝试看看 能不能也帮助她改变命运 旁边 其目光闪烁 感激地看着石宇 而精灵女皇 则是点了点头 认为石宇是发现了其的特殊之处 连她都没发现的特殊之处 精灵女皇倒是觉得没什么 树叶有专攻 就像就算是她 也不可能研究出机械幻兽 研究出神话种族机械幻兽的石宇 有点自己独特的见解 很正常 她倒要看看 石宇这个传说天才 能把其这个有缺陷的精灵族女孩 培养到什么地步 奇 你愿意跟着她吗 精灵女皇看向了奇 询问起她的意见 虽然和一开始设想的不太一样 但只要石宇能选中一个亭香精灵 也就算达成目的了 嗯嗯 我要跟着石宇大人 起点着头 那从今天往后 你就跟着石宇修炼吧 之后 我会宣布这件事 精灵女皇道 亭香皇族的精灵 如果被外人契约 是要对外宣布的 也算是一种建交 同时 由于离开了皇家 这些精灵的身份 也会略有改变 并且 离开时 皇家还会送上祝福和礼物 从精灵女皇那里 把奇要来后 石宇心情愉快了许多 不管领的研究结果对不对 但反正奇体内拥有神之力 肯定是真的 目前 石宇的计划就是 让继承了精灵族自然体制的奇 继续锻炼自然之力 等实力变强一些 意志等级说不定可以上来 来源于外界的自然之力 不同于体内的超凡之力 其实可以修炼的 只不过就是难度略大 毕竟那是霸主级 才开始修炼的技巧 精灵女皇离开后 陆清一就回来了 找上石宇 图书馆时候 就是去勾搭训练场的精灵族小女孩 陆清一一来就一脸笑意 只不过这笑意 让石宇有点心虚 怎么会 石宇敷衍道 但实质精灵这种事 也不好说 没有尘埃落定之前 他不会对任何人说 尤其是龙神和精灵女皇 那样只会平添许多麻烦 毕竟穿梭时空这种事情 太bug了 穿梭时空后 究竟是会通过过去 改变 未来 还是会缔造一个全新的平行时空 目前他也不得而知 而且 如果穿梭时空是个神迹 那么他的使用代价 恐怕也会很大 还是走一步看一步 先培养着看看吧 你不会想契约那个精灵族小女孩吧 陆清一感觉怪怪的 他契约连后 感觉根本不像是在养宠兽 而是给自己找了个闺蜜 对此 白希羡慕极度恨 表示自己也想被陆学姐契约 如果是这个精灵族小女孩 陆清一感觉 石宇跟养了个女儿没区别 还说不好 不过我和精灵女皇说好了 其接下来 应该会在我身边修炼 这个棋 体质应该没有表面那么简单 我比较在意这个 她未来的成就肯定不可估量 学姐 你那是什么表情 陆清一一脸无语 道 我只是在担心 你照顾不好她 她本身没有超凡之力 可不能拿要求其他 宠兽的标准一样去训练 这个我自然知道 没有问题的 学姐 自然遗迹的收获怎么样 看你们这样子 应该是刚刚回来吧 提到自然遗迹的收获 陆清一笑了笑 道 自然很丰盛 既然你要培养精灵 那么也分给你一些自然资源好了 对了 之后两天 我不想观看 参加龙宫城交流赛了 我打算带着林 去看看其他亭香遗迹 之前的时候 我已经和奥兰会长约好 石宇乐 我也没打算观看 我要先去空地遗迹那边附旦了 这边就交给兵龙前辈主持吧 对了 学姐你去的时候 还是让尹老师跟着你吧 这边根本没有多少人认识我 反倒是你 以亭香常年和暗夜森林 巨龙帝国敌对的局势来看 反而是你更危险 别忘了巨龙帝国和龙宫城 东皇的关系 龙帝是东皇王朝第四代传说帝王 自从他登基后 东皇和龙宫城便一直交好 千年前的龙神 就已经是半神级强者了 按理说 有龙神庇护 龙帝就算死亡后 东皇王朝也不至于再次崩塌 事实上也是这样的 在龙宫城的庇护下 虽然龙帝死亡 但是龙帝王朝并没有崩塌 而是在龙宫城的庇护下 继续传承了许久 然而 如果当龙宫城也自顾不暇 当龙神没有经历庇护东皇 那龙帝王朝就危险了 当时 东方图腾各国 直接联合西方巨龙帝国等势力 同时对东皇和龙宫城 发生了图腾战争 龙宫城因为要与同样有半神生命的 巨龙帝国交战 便无暇庇护东皇了 这一战 持续了数百年 造成了新一轮的图腾乱世 直至空帝崛起 在乱世中 成为东皇新一代传说预售师 才再次结束了乱世 空帝更是凭借自身属性 成为了在兰兴内 最有影响力的传说帝王 只因为他当时建立了 遍及兰兴的空间传送阵 能瞬间让东皇 龙宫城大军 抵达兰兴各处 所以 巨龙帝国作为当时来自西方 且又被龙宫城和东皇挫败的侵略者 关系和龙宫城 东皇不好是正常的 时宇作为此次龙宫城交流活动的带队者 说不定已经被巨龙帝国盯上 所以 陆清一觉得 还是让宝石猫 去当时宇的保镖比较好 不用担心我 时宇道 别忘了 我有龙神守护 而且 素素已经接受了沧海传承 继承了沧海遗迹 凭借沧海遗迹之主的身份 我可以随时随地传送到任何沧海遗迹投影 没有人可以留下我 就跟素素制造的守护之水 能量耗尽前 能帮助齐轻松抵霸主机攻击一样 龙神制造的守护之水 也能帮助石羽抵挡图腾的攻击 这样的装备加身 再加上可以随意传送的沧海遗迹 此时就算是一尊半神想留下石羽 都无比困难 可以说 如果这些装备加身 石羽都跑不掉 那么让宝石猫来保护它 到时候 也就相当于杀一送一 多送个猫头罢了 眼下 石羽算是彻底摆脱了 需要保镖的弱小时期了 世界之大 皆可独自取得 等一下 此时 听闻素素已经接受了沧海遗迹传承 陆清一精致的脸庞出现一丝茫然 那不是 那不是要霸主级才能接受的传承吗 你为了世界赛 让它提前突破了 你的身体没问题吧 越级契约霸主 这不得被榨干 不过 一想到石羽那怪物体质 陆清一又觉得自己的担心多余了 不 没有 只是通过时间果实卡个Bug 让素素临时达到霸主级 唤醒了沧海遗迹 本质上 还是君王级 不会产生多少负担 另外因为实力的原因 传承也没完全接收 就接受了一部分吧 继承了入门级的沧海技能 陆清一 时间果实是让你用来卡Bug的吗 石羽笑 这下子 学姐你总该相信了吧 有龙神守护 沧海遗迹这两个装备在 我不会出事的 当天晚上 精灵皇族中 也宣布了一件大事 精灵皇族少女齐 即将离开皇宫 跟随东皇御寿师 石羽修炼 这个消息已经公布 亭香皇族上上下下 可以说是无比的震惊 石羽之名 因为中午那场宴会 在皇族中 已经是非常响亮了 带队十尊龙宫城霸主 机械换兽体系开创者 东皇传奇之下第一人 这样种种名头的石羽 别说是齐这个 没有超凡之力的问题女孩了 就算是那些霸主皇族 能不能配得上她 都是一个问题 而随着下午 齐拿着石羽送的装备 通关皇家试炼的事情 越传越广 一些本来很疑惑的人 瞬间沉默 紧接着觉得不可思议 被石羽的手笔惊住 或许 这个石羽大佬 真的不在一起的状态吧 毕竟 他只是送了一件装备 就一跃让齐的战斗力 成为亭香新生代中前十 既然可以把齐这个 不会技能的叫醒级精灵 都强化到这种地步 石羽本人 又该多强 一下子 亭香皇族中 更加好奇起 东皇这个传奇之下 第一人的真实实力 齐 要好好跟着石羽大人修炼 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一定要听话 格林大师嘱托道 此时的他 已经知晓了石只伞的强大 这件装备 完全可以称之为传说品质 七级装备了 能打造出来的 恐怕也只有 亭香大地 历史中那些传说矮人了 而在亭香古国 两千年的历史中 这样的装备 已经无人可以制造 如果这件装备 不是石羽偶然获得 而是石羽有打造渠道 那么齐跟着石羽 就算一生无法动用超凡力量 之后成就也不可能低 好 齐精神满满 今夜 注定是个不眠的夜晚 尤其是对于齐 还有安妮斯 丽尔 洛伊等精灵族天才来说 随着皇室公布 齐即将要随着石羽离开的消息后 安妮斯 丽尔等人 可以说是错愕无比 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女皇陛下和奥兰会长 下午会那样看他们 明明是我先 同样错愕的 还有奥兰会长 因为女皇陛下 要她拿自然遗迹中 取出那件传说资源 自然果实 作为齐的送别礼 如果不是女皇陛下至高无上 奥兰会长 甚至会觉着女皇陛下疯了 传说资源 几乎可以100% 培养出一尊霸主 哪怕是超凡种族 都有可能凭借传说资源 强化到霸主 更有十分之一几率 把一只霸主 强化到图腾 而且 还是自然果实 这样的契合精灵族的传说资源 要给石宇和齐 照做就好 希尔弗拉淡然道 一件传说资源而已 又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 何况 亭香也没损失什么 果实本来就是白的的 次日 在龙宫城交流宴会 还没开始之前 奥兰会长边带着齐 来拜访石宇 同时把齐和自然果实 交到了石宇手中 这是 石宇拿着石榴 一样的绿色自然果实 瞬间通过第三局图鉴 认清楚了这是什么资源 他惊讶无比 这个 不是陆学姐昨天说的 在自然遗迹获得的两件 传说资源之一吗 由于一开始的约定 又挤回了亭香 他自己只留下了风神花 这是传说资源 自然果实 是女皇陛下 送与齐离开亭香的离别礼 可以增强其对于 自然能量的亲和度 掌控度 这是一种体质 就算是他没有任何超凡之力 也能使用自然果实 可以说是为数不多 适合他的资源了 奥兰会长道 旁边齐猛猛的 也根本没有预料到 自己离开时 女皇陛下会送给自己传说资源 虽然平时亭香的大家 对自己都很照顾 但是传说资源这种照顾级别 明显是齐之前享受不到的 齐虽然是小孩子 但是也很聪明 知道这些改变 都是时宇带来的 替我感谢女皇陛下 我会照顾好齐的 时宇没有客气 也一起收下自然果实 这个 的确是好东西 顺利的话 说不定可以用这个 把齐强化到尾巴主机 至于为什么是尾巴主机 因为如果完全消化了 自然果实后 虽然他可能无法获得 巴主机战力 但是 远超一般 巴主机的自然之力造诣 他应该可以掌握 毕竟 他虽然没有超凡技能 可精灵族自带的 清和自然体质 却保留了下来 君王级的生命 在突破到巴主机后 体质会迎来一种脱胎换骨 变成清和自然体质 他们哪怕不借助体内 超凡之力形成技能 也有能力调动自然之力 形成元素攻击 因此 绝大多数巴主机生命 都会选择修炼自然之力 调动自然之力 配合技能攻击 是绝大多数巴主的战斗模式 只有极少部分巴主生命 放着自然之力不去修炼 当然 这也是因为他们 可能掌握着更强的特殊力量 比如重重的空想之力 参宝宝的生死之力 虚空螳螂的虚空之力 其中 精灵族是天生的自然清和体质 他们在刚刚出生 就能和其他巴主机生命一样 感知到自然之力 感知到游离在空气中的元素威力 其也不例外 只不过 实力弱小的时候 他们无法像真正的巴主生命一样 去调动他们罢了 而等精灵族到了巴主机后 根本不怎么用特意修炼 对自然之力的掌控程度 就能抵得上寻常巴主 对自然之力的数年苦修 如果其吃掉了自然果实 那么他 应该也会拥有巴主级的自然体质了 虽然没有技能 但是却可以叫轻松调动自然之力攻击 这种战斗模式 可能就比较依赖于场地了 遇到静魔领域这种能力 也会立刻摸下 算得上是最弱霸主 比纯霸主体魄 还限制更大 但好处是 如果其掌握了自然之力 石之伞这把装备 在他手里 应该能发挥出更大功效 武器 精灵族的自然体质 气灵 三位一体的情况下 可以更大限度调动自然之力形成攻击 发挥出远超石之伞上线的威力 不过 既然现在其已经入队了 那么石之伞 这种临时赶攻出来的粗糙品 石域感觉可以回炉重造 让领他们多花费一些精力加工一下了 奥兰会长离开了 去准备起交流赛一事 而其 则紧张又欣喜地留了下来 望着石域 跟着我修炼是很苦的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另外 我目前是六级预售师 契约位已经满了 暂时无法和你签订契约 这颗果实 既然是精灵女皇陛下送给你的 那等找个机会 你就服用了吧 到时候 应该也能算是霸主级了吧 霸主级 其道 可以直接从觉醒级 抵达霸主级吗 石与孝 估计不行 得慢慢消化 而且 不是能量级别 生命层次达到霸主 而是拥有了霸主级的体质 注意 是体质 不是体魄 你只能拥有不逊色 乃至远超绝大部分霸主的 对自然之力的掌控力 但很可能 依然还没什么超凡技能 所以理论上来说 可以算是罪弱霸主吧 其 QAQ 不过到时候 应该就能更好地发挥 石之散威力了 精灵族对自然之力的亲和度 可以媲美元素生命了 是顶尖一流 何况 是吃了自然果实 这样传说专属资源的精灵族 到时候 其的自然之力修炼度 应该足以达到通天经 这样的顶级霸主这种层次 这几天的话 你倒是不用急着训练 先放松一下 从今天开始 龙宫城和你们庭乡会有一场交流活动 我会把你带过去观战 你先来增长下见识 见识一下真正的强者之间的对决好了 好 其点点头 对石宇言听计从 丝毫没意识到 是石宇此时懒得管他 想尽快去逛逛亭乡遗迹 毕竟时间紧迫 第410章 世界赛上的强敌 其到来后 石宇简单地和他说了下未来的训练计划 并且 首先得让其明白 自己的优势在哪 我的优势 其忙然道 然后摇了摇头 他感觉 自己没什么优势 我想不到 不过我会努力的 石宇笑了笑 道 如果努力有用 这世界上的强者 就不会那么少了 古往今来的记载中 可没有哪个传说级强者 是靠努力走上巅峰的 也没有哪个生物 是靠努力超越霸主的 血脉 机遇 资源 天分 方向 这些都比努力更为重要 努力只是辅助属性而已 啊 骑一下子梦了 我告诉你吧 你的优势 在于血脉 你是精灵族 虽然在庭乡 尤其是在皇族中 显得很平平无奇 但是等你离开庭乡就知道了 相比自然界繁多的物种 精灵族的自然体质 是有多大的优势 熟练掌握自然之力后 可以让你更好地驾驭一些装备 比如十只伞的部分形态 正常情况来说 你使用几次 它的能量就会耗尽 无法再次使用 但如果你掌握强大的自然能量 就可以自己给它们补充能源了 除此之外 你的优势 还在于更深层次的潜力 就是这股潜力 压制了你的超凡能力 那 我该怎么做 自然 你已经有了 得益于你的皇家血脉 你的出身 因此 你获得女皇陛下赠女的自然果实 其默默点头 嗯嗯 还有因为遇到食语 这个应该算是机遇吧 吃掉自然果实 你虽然无法成为顶尖强者 但是不逊色其他皇族天才 还是没问题的 不过仅仅只是一枚传说资源 还不算什么 如果目标是更高的领域的话 你还是得开发压制你超凡之力的隐藏潜能 隐藏潜能 其睁开眼睛 自己真的有什么隐藏潜能吗 对 如果能把这股潜能挖掘出来 顶得上别人数百年的努力 其咕噜噜咽了口口水 那我 你要做的 就是努力 其 小女孩大大的粉色眼睛 充满了疑惑 所以 到底要不要努力 只是让你分清主次罢了 让你知道 你的努力是有意义的 因为你努力过后 可以得到百倍的回报 当然 我指的是针对性的训练 记住这一点 这是你在接下来的魔鬼训练中 能保持冷静身心不崩溃的重要信念 毕竟大部分机遇 包括你身上的潜力 是要靠基础的努力来争取 挖掘的 时宇化落 其明白了 不过 却也更害怕了 所以 时宇究竟要对自己做什么 自己到底 是要经历怎么样的训练 时宇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他只是想让其经受几轮十一 他们当时经历的魔鬼训练罢了 肉身穿越暴风雪 沿江洗澡 高空上跳下 深海游泳 雷驱蹦迪 除此之外 这样也只是基础 之前已经让奇术力了信心了 接下来该打击打击了 十只伞肯定是要改良的 虽然这个装备 已经是全队力量的精华 打造时候 能用的稀有材料都用上了 但是细节方面 还是可以优化优化的 装备这种东西 除了可以当攻击 防御器具 还可以做训练器具的 之后静模铠甲 梦境训练项链 时宇都准备安排上 有一说一 训练重重他们时候 时宇心理负担较低 但这样 训练一个精灵族 时宇还真有点于心不忍 唉 没办法 人家半神转生 都自带霸主意证 你一个疑似 十只精灵转世的存在 竟然是极低意志 这不能怪他 为了美好的未来 拼吧 在暴风雨来临前 时宇给了其最后的愉快时光 让他来观战交流赛 而时宇自己 此时已经出发 前往亭香孵化祭坛 当日 龙宫城霸主 和亭香天才会集一堂 奥兰会长也亲临现场 观看交流赛 经过了昨天的种种 这一群亭香天才 对于时宇的好奇程度 比龙宫城的龙系霸主更大 乃至安妮斯 利尔 这几个本不打算 参加交流活动的 精灵族天才 也都来到了现场 此时被石宇送来现场的齐 直接被安妮斯 利尔等人抓包 拉到了亭香席 一起观战 同时 齐不明白 洛伊姐姐等人看她的目光 怎么如此复杂 齐 石宇博士呢 怎么现场没看到她 西里亚道 齐摇了摇头 石宇去哪了 也没和她说 你就是齐吗 亭香这边 只有这十多个人 亭香世界赛五位选手 一些亭香皇族观众 结构很简单 他们此时的注意力 全在齐身上 其中 一个人类青年 好奇地观察着 这个粉毛萝莉 显然也已经听说了 亭香皇族精灵旗 被东皇石宇博士 契约的消息 石宇博士不在吗 他左顾右盼道 比起挑战龙系霸主 我果然还是想 挑战一下石宇博士 毕竟石宇是 东皇传奇之下第一人 而他是亭香新生 带传奇之下第一人 都是第一人 可以切磋下吗 齐 石宇博士的实力怎么样 和我比起来 一个传奇级的 混血男精灵开口道 作为这届亭香世界赛 最强选手 他也对石宇的实力 非常好奇 而齐 可能是目前 最了解石宇的亭香人了 石宇这个传奇之下 第一人的含金量 在他看来 肯定比自己旁边 那个二伙强 一个是新生 带传奇之下第一人 一个是整个东皇的 传奇之下第一人 能比吗 在他看来 哪怕石宇是非传奇 都不见得比 真正的传奇弱了 很强 齐道 其实 对于石宇的实力 他还不怎么了解 虽然石宇拿出了 那样的武器装备 但是对于石宇本人的实力 齐根本还没接触过 不过 齐相信 石宇是最厉害的 就算现在不是 他也不会辜负石宇的期望 等挖掘出自己的潜力 他一定要能帮上石宇 很强吗 混血男精灵 听着这抽象的回答 笑着摇了摇头 罗哥 我觉得 你们还是不要去参加 世界赛的比较好 齐说的是对的 此时 听到这群人打听起石宇的实力 安妮斯仿佛想到了 昨天的自己 安妮斯 什么意思 你好像知道些什么 罗哥道 我只是觉得 你们这个实力 去了世界赛会有危险 安妮斯撇了撇嘴 道 我昨天和石宇博士进行了对战 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什么 安妮斯的话 一下子吸引了 五位世界赛选手的注意力 他们统一看向了安妮斯 安妮斯 霸主及火精灵族 实力的话 不会弱于单宠 状态下的罗哥 是亭香皇家射手团团长 实力不俗 他和石宇战斗过了 安妮斯姐姐 你跟石宇大人战斗过 齐也立刻看向旁边的安妮斯 刚刚知道这件事 是啊 当时丽尔 洛伊他们都在场 安妮斯点头 旁边 丽尔等人表情复杂 那场战斗啊 当时 石宇博士 只是派出一只君王级宠兽 而非全力以赴 就轻松越级战胜了我 安妮斯嘴角 嘲弄地看着罗哥他们 道 我感觉 他的权力 不见得比那个黑暗精灵王子 或是那个火焰龙王弱 黑暗精灵王子 火焰龙王 是暗夜森林 巨龙帝国的已知的 参加世界赛的选手 都是顶级霸主 有无敌霸主之姿 看来 我们庭乡的这一代 实在是不太行 你们还是洗洗睡吧 安妮斯无情道 此时 几位世界赛选手表情愕然 无法相信安妮斯口中说的话 石宇 只派出一只君王级宠兽 就越级战胜了 自然造诣不俗的安妮斯 怎么可能 旁边 其微微一愣 感觉安妮斯大姐 不像是在说谎 石宇这么厉害的吗 你没再开玩笑吧 安妮斯 罗哥表情一顿 那个石宇博士 单宠越级 战胜了庭乡霸主精灵 这人是单宠 而不是全员一起上 庭乡边境 石宇已经按照地图的引导 来到了这边 地图的位置 虽然是在庭乡国这边 但是石宇发现 准确来说 它的地理位置 是位于一处战场 一个暗夜森林 庭乡古国 巨龙帝国三大势力交汇的战场 这里已经并不算是 庭乡古国的地盘了 而是一处无主之地 三个国度的缓冲区 可以说 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地方了 不过石宇想了想 还是自己过来了 敷个蛋的功夫而已 只不过 来到这边后 让石宇淡疼的是 他在附近找了一圈 也没发现什么 所谓的星空祭坛 徘徊在半空中 石宇的心 可以说是拔凉拔凉的 复杂无比 他最担心的事情 果然还是发生了 星空祭坛 并不是什么坚不可摧的东西 是于空地在几百年前建立 几百年间 发生了太多事情了 沧海变桑田 再加上这处地方 成为了一片战场 星空祭坛 怕不是在战争中遭遇了破坏 去他瞄的 半空中 石宇破口大骂 响扬了暗夜森林 巨龙帝国的心都有了 你们三个国家 在哪打架不好 非得在这里打 玩犊子了 一记打没了 接下来还怎么孵化 初世卫 劫身先死 孵化 未成蛋先凉 灵 灵 石宇立刻求助起万能的灵 灵 星空蛋的孵化 准确来说 只是需要来自 星空的营养物质 既然空地建造的奇星阵 可以吸引来营养物质 我们用素素的星海技能 能不能吸收过来 当下 最主要的是 星空蛋前两次吸收的 营养星光 都不是一种类型 这个地理位置 召唤下来的星光 肯定也不是同一种 何况 素素召唤下来的 肯定是水资源 和光资源形式差距巨大 你能研究初心空蛋 具体需要什么 到时候 光水转换一下吗 0 之前的两种光资源数据 我有保存 只要召唤下来的水资源足够多 我可以尝试研究一下 那就行 全靠你了 石宇类目 还好有素素合领 不然星空蛋孵化一半 无法孵化 它得自闭 既然能做到 石宇就安心了 立刻召唤出来了素素合领 并让素素 和领装在在了一起 宁 谁使莱姆形态的素素 带着机械眼镜 天线机械帽 抬头望天 这样做的目的 一是为了能让素素 蹭一蹭领的运气加成 一次性到位召唤出来所需要的水资源 二是 有助于提升素素的实力 召唤出来 数量更庞大的水资源 之前吸收光资源 星空宠兽蛋 都需要吸收一天以上 它要彻底孵化所需要的营养成分 恐怕不是小树木 开始吧 石宇身呼吸一口气 又召唤出来了虫虫 使用空想领域 改变了此处荒芜山峰的天象 遮盖了一下 它们召唤星海的痕迹 随后开始行动了起来 这一召唤 就是半天 石宇它们召唤下来的不少水资源 基本都是五级 黑的时候只有四级 这些资源 绝大部分能量级别都不高 估摸着也不会好东西 因为有重复的情况 抽东西时候 重复出现的东西 它能是好东西吗 半天下来 石宇感觉血亏 要知道 素素和领域时间果实 刚才都是过了 也只召唤下来了五级资源 这要不是因为 素素有无限能量 简直亏的裤衩都没了 直接卖时间 果实也比这么赚啊 有总比没有好 说不定就是这些平平无奇的资源 领研究过后 就是星空弹正好需要的养分 石宇抱着这样的心态 在旁边继续开发着心灵感应 也没耽误修炼 时间就是金钱 就这样 一天后 交流赛那边打了一天了 他这边 依然还都是三至六级的资源 不怎么爱出货 最非的一次 只拉下来三级资源 当然 最欧的一次战绩 倒也拉下来了一个六级一水团 不过 还是差点事情 让石宇怀疑 领的好运加成 真的还有效果吗 不管了 由于星空祭坛没了 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亭香 石宇这次准备在这里召唤三天 多召唤一点益水 给速速研究 亭香首都 一天下来 龙宫城霸主和亭香选手 基本已经交流了一圈 结果毫无疑问 亭香除了两个传奇级的 另外三个顶级大师 哪怕亭香新生代传奇之下第一人 也都被龙宫城的霸主吊打 虽然顶级大师 有了抗衡霸主的实力 但也要看看 是什么霸主 其中 亭香两个传奇 单霸主宠战斗 和龙宫城普通霸主 大概五五开 其中 罗格传奇挑战了一下 通天金大将 但即使是七只宠兽一起伤 也不是对手 这些 石宇通过 领留在交流场那边的一个魔方分身 已经全部知晓 总的来说 交流赛还算顺利 不过 石宇这边不怎么顺利就是了 第二天 石宇更是连一次六级资源都没见到 虽然说 他们需要的营养物质 和几级资源关系不大 但是两天下来没有一点惊喜 还是难免 让石宇有些叹气 想拉下来七级以上资源 怕不是得等 素素达到图腾级才可以了 我愿意献祭云岸一百年寿命 换一次金色传说 石宇开发了两天心灵感应后 随口对着天空来了一句 旁边 素素和灵撇了撇嘴 一点也没有诚意 嗯 然而 石宇刚说完没几秒 素素表情忽然一愣 旁边的灵 也是微微一正 他们纷纷看向了天空 一道紫色的光点出现在了深空中 宛如星辰 好强的能量波动 通过和素素领的契约 观察到这团溢水 时与表情一喜 虽然不知道 达没达到传说资源的层次 但是八级资源的水平 绝对应该有的 素素 李 我错怪你们了 你们行啊 宁 素素腰板直了起来 也感觉到了自己的不容易 虽然 他感觉 这可能是领的 风之祝福的功劳 不过很快 随着天空中的紫色光芒 越来越强烈 时与脸色微微古怪 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领的表情 从始至终都没有很欣喜 非常冷静 主人 天底下不会有平白无故的好运 这团溢水降落的声势 正在逐渐扩大 比刚才召唤下来的水资源 更为夺目 旧宛若璀璨的彗星 从星空坠落 仿佛害怕别人不知道 有一宝将士 不断搔手梦姿 领 重重的空想领域 根本遮盖不住他的光辉 时与脸色一黑 有一种坑爹的感觉 他微微抬头 叹了口气 只求这倒霉水团快点降落 慢死了 虽然更远的地方没有察觉 但是这处三国战场 三大势力的最近城市中 里面的强者 无疑都发现了天空的异壮 看到了一道紫色的流星 正朝着战场去降落 好 巨龙帝国的一处山之城中 一头威势庞大的霸主巨龙 缓缓飞起 看向天际 撑开火红色的翅膀 席卷着火焰而去 有古怪 有蹊跷 有宝贝 另外一处森之城 一个高挑英俊的黑暗精灵 看到天空的异象后 也隐秘入了黑暗 庭乡谷国的护国城池中 传奇预售师杰西德 眉头一皱 我去看看 你们留意变化 他朝着手下下达命令后 召唤出了一只金色诗旧 一飞冲天 战场中有天外宝物降落 发现这一点后 三大势力立刻有所动作 虽然世界赛期间 庭乡周围几国都 签署了和平协议 但是有天外宝物降使 不可能不争 很快 来自巨龙帝国的火焰龙王庞克哈姆 最先抵达了这里 不过 他刚刚一抵达 就面色俱变 看到了一个图腾凶兽 那是一尊庞大无比的黑色牦牛 比他这尊火焰龙王身躯还要庞大 浑身散发着不祥的死亡气息 身处滚滚黑雾之中 眼瞳是幽蓝色的火焰 年华的黑色血肉 低着年夜的嘴 扭曲的短腿 腿末端是勉强可以被称为牛蹄的黑色蹄子 都让他散发恐怖的气息 浑身上下 更是散发着微弱的威慑 这股威慑 只是淡淡流露 没有针对谁 但是只是和这尊黑羽毛牛对视一眼 这尊火焰龙王就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 感觉对方的生命等级 威慑等级 绝对在自己之上 怎么可能 火焰龙王庞克哈姆内心震撼 他可是掌握着出神入化级的威慑 但是 这个怪物的威慑等级 虽然只是微微流露 但是却给他一种足以碾压他的感觉 这 怕不是一尊图腾级怪物 火焰龙王庞克哈姆 猛地看向了黑羽毛牛身上的人 姑且算是人 他一身灰袍 须发也灰白 身上散发着垂暮的气息 眼睛凹陷 只见 这个人缓缓抬起头 看向了火焰龙王庞克哈姆道 小家伙 有什么事情吗 你打扰到我的主人了 食语用龙语缓缓开口 用到了念力增幅 植入人心道 龙语 见到对方连龙语都掌握 火焰龙王庞克哈姆 更谨慎了一些 这是一尊黑暗系图腾 这个人类 是他的仆从 真不走运 竟然遇到了这样的怪物 火焰龙王觉得晦气万分 看来这个宝物不好拿了 可恶 这个家伙 哪里来的 怎么这么强 与此同时 食语内心MMP 种族名称 火焰龙王 属性 龙 火 种族等级 高等霸主 准神化 成长等级 霸主级 能量值9013万 食语心中觉得坑啊 这怕不是 食力和金大将相当的巨龙 还好食语提前预料了 会有霸主被吸引过来 提前让食衣 虫虫 参宝宝 赤童他们 给黑羽毛牛 傀儡化个妆 此时 黑羽毛牛的傀儡 看上去和真正的图腾生命 没什么区别 这也是火焰龙王庞克哈姆 忌惮的原因 当然 如果真进行战斗起来 食语他们面对这家伙 恐怕会陷入苦战 能不能赢 完全说不好 如果食衣已经霸主极了 食语有信心 但是现在 对上一尊顶级霸主中的佼佼者 就算能赢 代价 也会非常惨重 能不打的话 食语不愿意打 毕竟他不是来惹事的 阁下是谁 面对图腾 火焰龙王庞克哈姆 虽然忌惮 但也没有太怂 食语淡淡一笑 没有理他 而是看向了远方 此时 随着一道黑风席卷而来 一位皮肤有黑 长着尖尖耳朵的白发精灵 也出现在了半空 他也是沉默地 看着黑语牦牛和食语 然后看向了火焰龙王 显然 都是被天空降落而下的 紫色溢水 吸引过来的强者 他们到来的速度 都比食语想象中的要快 种族名称 黑暗精灵王 属性 暗 种族等级 高等霸主 准神化 成长等级 霸主级 能量值 8911万 食语感觉 这个国外吧 他确实有点危险 早知道 还是把猫猫带来了 狐假猫威的 也有底气一些 同时 让食语感觉微妙的是 他新加入的情报局的图鉴 还有针对这两尊霸主的新资料 火焰龙王 黑暗精灵王子 疑似半神势力 暗夜森林 与巨龙帝国 参加世界赛的代表霸主 实力极度危险 除此之外 他们两人 各有一位传奇级混血预寿师 作为契约仆 由于血脉一致 且专精契约 可以提供强大战力增幅 情报局图鉴中 提醒了要万分小心 这两尊霸主 同时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多获得一些他们的资料 离谱 食语心中默默道 这两个家伙 希望他们不要不识好歹 乖乖把紫色溢水留给他 别捣乱 不然 现在治不了他们 但等世界赛时候 有他们好果子吃 这两尊霸主